地言歌 你恶贯买您 不要代表天道裁决于你 女人笑了 她是三界最强地基 而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生死到消 可在经历了各种作死 却怎么也死不了 就连自杀也不行 不仅如此 反而还越来越强 不过幸好 看着蜀不尽朝着要让她去死的人 她感觉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眼前的两人不带一丝感情地看着地言歌 青阳大帝落子营 地言歌的弟弟 她恨她竟然亲手手认自己的父母 神龙族传人龙颜彻 她恨地言歌灭她龙族满门 而这仅仅只是九毛一牛 沙童门 朱师长 求兄长 是先父 残害众神官 血涂千里 灭亿万生灵 血染万里 引天地悲鸣 地言歌 你可知罪 她自顾自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然后充满力气与挑衅的眼神 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 众人变下的退后巴掌 对于众人说的那些罪状 她确实都做过 可那又如何 本地做事 自然有本地的道理 下一秒装满美酒的葫芦轰然碎裂 骆子盈眼眶通红 仇恨地看着地言歌 而她却不为所动 我的好弟弟 多年未见 你这脾气可变了不少 想当年 你可是软软萌萌的 还年我年得可紧了 闭嘴 骆子盈终于忍受不住 当年无父母好心收留于你 你却恩将仇报灭我满门 今日 我便要娶你狗命 而坐在神座上的地言歌 缓缓闭上了双眼 此时她心情极好 因为她马上就能回家了 只要是谁杀了她 谁就是她的大恩人 恶指听枪的一声 刺向她的剑缺被拦住 等等 地言歌骤然崩溃 卧槽 不是吧 怎么每次都这样呀 而龙颜彻也并不是为了救她 只是如此作恶多端的妖底 一见了结 岂不是便宜了她 说罢一面金色的灵镜 赫然飘浮在上空 天道静 可承恶阳善 需要十个大地级修为的神人 每人消耗八成的修为 才能启动这面镜子 一旦启动 被惩戒之人的一声 便会公之于众 凡作恶者 镜中每呈现一次 镜下之人便会被惩戒一次 直至肃体死亡 此法用来审判妖帝 再适合不过 地言歌看到镜子的刹那 骤然起身 你们做什么 要猪便猪 凭什么攻示我的过往 这要是攻示出来 她还要不要死断了 她还等着回家呢 而且这跟当众拉屎有什么区别 当即便打算逃离这里 然而早已迟了 妖帝哪里跑 瞬间一道宽大的金柱 将他罩在那里 浑身都受到了压制 眼看着地言歌 马上要被裁决 众人都觉得异常痛快 地言歌站在光柱中 黑色长袍脱锤 越发尊贵耀眼 让人一步开目光 然而他的声音中有些激动 你们快别浪费修为和时尚了 我愿意配合去诸仙台 众人见到地言歌 面露难堪之色 他们知道这一回 绝对做对了 地言歌 你别做梦了 你的恶行庆竹难输 今日便要当着天道 及所有人的面 来一场最公正的审判 地言歌脸色铁青 单手画长 随即打在光柱之上 光柱之外的众人 吓得连连后退 毕竟如果他真要出手的话 他们会请客间灰飞烟灭 可事实上 当金柱行程 无论是里面还是外面的人 做任何事都是徒劳 就连帝尊之力都不行 地言歌面色沉重 早知道 他就不装逼了 没想到这些人不按常理来 说好的要诛杀他 现在又要看过往 地言歌欲哭无泪 家人们 我量了呀 女人身为至高无上的三界帝尊 却每天都在想着努力作死 只是说起来都是累 他想方设法待在反派身边 然而却怎么也死不了 不仅如此 反而还变得越来越强 直到今天 他看着眼前数不禁要诛杀他的人 地言歌难掩他此时内心的激动 他感觉回家的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他在这个世界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长得他都已经腻了 想当初 他才大学刚毕业 然后又在众多英界生中脱颖而出 找到了一份福利待遇都很不错的工作 可就当他以为他是一个被上天眷顾的幸运之时 却毫无征兆地查出了重点 想不到在即将成为父母依靠的时候 再次成为了他们的负担 最后终究还是没有抗住病魔 才来到了这个世界 当他得知只要不是自禁而死 而是在自然死亡后 便能回到原世界 他便一直为了能回去而努力作死 可偏偏事与愿违 他不仅仅一直没有死 还一不小心成了三界最强帝尊 面对着眼前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的众人 帝颜哥缓缓地闭上了眼 可这些人竟然不按常理出牌 说好的猪杀 却竟然要用临近攻势他罪行累累的过往 当帝颜哥看到镜子的那一刻 他终于坐不住了 要猪便猪 凭什么攻势我的过往 这要是攻势出来 他还要不要死顿了 他还等着回家呢 而且这跟当众拉屎有什么区别 帝颜哥铁青着脸 试着攻击临近笼罩下来的金柱 然而当金柱行程 做任何事都是徒劳 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 就连帝尊之力都不行 除非天道审判结束 此时光幕中 出现了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小男孩 他倒在路边 满身狼藉 或许别人认不出小男孩 但帝颜哥却是第一时间认了出来 那不就是刚穿越时的他吗 那时刚穿来就被当成了男孩 后来他便一直以男装试人 光幕中男孩想到 只要在这个世界死亡就能回去 是毫不犹豫的纵身一跃跳到了湖中 爹爹 有人落水了 男人急忙跳下水准备救人 子盈 你在这里等我 不要乱跑 片刻后 小男孩被救上岸 爹爹 哥哥他没事吧 骆子盈见到光幕中出现的俊美男子 忍不住热泪盈眶 他的爹娘就是这样心底善良的人 可就是如此善良的人 最后却是不得好死 连句全尸都没有剩下 光幕外众吃瓜群众的声音也同时袭来 没想到帝颜哥从小就这么有心机 为了不再成小乞丐 竟然不惜跳河来博取青阳大帝父母的同情 真是虚伪至极 所以说人不可貌相 看是绝对不能看表面 有些人天生就非常善于伪装 不过帝颜哥不是先帝的孩子吗 为什么会在凡俗界 还成了乞丐 这个瓜我知道 据说当初是一只狐妖勾引了先帝 才生下的帝颜哥 那只狐妖在帝颜哥八岁的时候 意外死了 这孩子心机重 在知道自己的身份后 便想来找先帝要名分 但这种混淆神脉的妖孽 哪里配当先帝的孩子 这种妖孽本应直接处死 然而先帝不忍心 才封印了他的记忆和神脉羹 将他扁入繁琐 帝颜哥听着这些人的话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大叔 你是认真的 不过随即也释然了 他已经破罐破摔了 爱砸砸地吧 众人看着他此时的表情 你们看 他心虚了 骆子盈握紧了拳头浑身颤抖 当初要不是他父亲好心收留 骆氏一族也不会死无全事 帝颜哥 我恨你 光目中骆母拉着小男孩的手关切的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家里可还有什么人 我让人送你回去 帝颜哥小心翼翼 我叫颜哥 我没有家人 眼睛却直直地看着男子腰间的配件 骆母慈祥地抚摸着他的头 既然这样 颜儿就留在骆家同屋而作伴吧 他同你差不多大 你们一定出得来 帝颜哥短暂地迟疑之后 便指着骆夫腰间的配件 叔叔 这个可以送我吗 我想抱着睡觉 夫妻两人对视了一眼 只觉得他是因为害怕导致 便没有多想直接给了他 不过剑任锋利 颜儿要多加小心才是 帝颜哥接过剑 饱含期待 爸 妈 我们很快就会再次相见 等我 骆夫骆母看着他熟睡的样子 小心翼翼地退出了房间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心中难免生出了怜悯之心 骆家不会亏待他的 以后子引用的 颜儿也会有 说爸两人相继离开 看得出来 骆夫骆母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片刻后帝颜哥猛然睁开眼 然后一个翻身下床 在确认完他们走了之后 便把门从里面反锁了起来 能被你们收留 我很感激 可是我的爸爸妈妈 也在等着他们的女儿回去团聚 说爸毫不犹豫地把剑抵在脖子上 下一秒猛然用力 身体缓缓倒下 一个只有八岁的小男孩 竟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选择自杀 他很感激骆夫骆母能将他收留 但是他的父母也还在等着 他们的女儿回去团聚 然后毫不犹豫地拿利剑抵住脖子 下一秒哭斥一下 慢慢倒下去 七七五十六分钟之后 帝颜哥缓缓睁开眼 看着映入眼帘的 落实一家投来关切的目光 他心里咯噔一下 他不是自杀了吗 为什么还在这里 而事实上是想要回到原来的世界 唯一条件便是在这个世界自然死亡 当然 自杀是不凑效的 帝颜哥缓缓扯下身上的被褥想要做起来 可现在他很虚弱 骆子盈一家找到郎中 说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 说到这骆母不由地开始自责起来 也怪他粗心大意 刘颜哥一人在屋里安静 若不是半夜子盈哭闹着要找哥哥 他们恐怕要到天亮 骆子盈神秘密地说了一个字 秘密 不过哥哥要是靠近我一点的话 我就告诉 帝颜哥虽然带着满脸一问 却还是慢慢地向他凑近 可下一刻骆子盈镜直接就得一下亲了他一嘴 因为哥哥长得很好看 我想跟哥哥一起睡 光目外 众人鄙夷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连环套啊 先落水博取同情 再故作坚强让青阳大帝的父母放心离开 然后用美貌诱骗又连青阳大帝深夜前往自己房间 最后假意昏迷装脆弱 让青阳大帝的父母产生愧疚 为了补偿妖帝 他们从此便会放下戒心 将妖帝视如已出 真是好生成的心思 骆子盈更是指着他满脸仇视 帝颜哥 你为了坐上妖帝之位 还真是步步为营 帝颜哥也是很无奈 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自帝颜哥被落水夫妇收留后 他便开始同骆子盈一起上学堂 原本骆子盈在学堂里已经非常优秀 直到帝颜哥的出现 他就变成了最厉害的 不过大学生上学前班 那能不厉害吗 帝颜哥微微叹气 看来回家之路还得另寻他法 如果他记得没错 他现在所处的应该是 生病的那段时间看的小说里的世界 书中的男主萧绝所在的 萧家与某个黑暗势力结仇被灭了满门 而他靠着惊人的毅力从死人堆里爬出 后来又想尽办法进了剑心中潜心修行 然后一路开挂 源源不断地收割方小弟 极恶如仇打反派 得宝物 掳获女神芳心 最终成为了神界帝尊 这书中的反派死的一个比一个死 待在骆子营这个头号反派跟前 他肯定能顺利回家 大概是帝颜哥在书院的表现太过耀眼 所以他和骆子营刚出书院 就被一众比他们还要大的学子 堵在了回家的路上 卧槽 这不机会来了吗 于是伸手将骆子营固在身后 怒吼道 有什么事冲我来 只要你们不要伤害我弟 对了 你们带刀了吗 面前的众学子满脸问候 没带刀 我说就你们那小拳头 能打死人吗 小屁孩看到被他挑衅 乃兄乃兄的说道 你想死吗 帝颜哥黑黑一笑 我就是想死 要不 你杀了我吧 要说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不要命的 众小屁孩哪见过这阵仗 纷纷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面对着帝颜哥不断的挑衅 老大 这小子脑子好像有点问题 要不我们还是撤吧 被称为老大的小屁孩 只得放了一句狠话 算你有种 你得我等着 哎哎 别走啊 我可以去买刀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直到他们走得老远 帝颜哥还在不断的嗷嗷 走吧子莹 回家 就在回头的那一刻 看着子莹夸张的眼神 可是吓了他一跳 下一秒 骆子莹猛的抱住了他 颜哥哥你好厉害 我喜欢颜哥哥 帝颜哥看着自己当初那蠢样 尴尬挨都犯了 光目外围观众人 也被看得一愣一愣的 假的 绝对是假的 帝颜哥绝不可能会救他 尤其是骆子莹 看得眉头紧锁 父母离世的那段时间的记忆 他有些记不清了 没想到他和帝颜哥 竟还有一段这样的过去 不过随即又指向帝颜哥 你别假惺惺了 我告诉你 不管你做了什么 我都不会有任何动物 我对你只有恨和愿 我恨不得你永多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帝颜哥听到他的话 想到了自己悲催的过去 忍不住对了一句 笑话 你以为地狱就能困得住本地 事实就是如此 以他现在的实力 想下地狱不过弹指之间 想毁了地狱也不是难事 夜晚 帝颜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他记得洛家好像是被灭门了 他们一家都是好人 好人就不该枉死 可惜他当时发着烧意识迷离 对这段剧情的记忆也有些模糊 只记得杀他们的人穿黑衣 戴斗笛 他要尽快想个办法 让他们离开这里 此时房间的门被打开 洛子莹悄悄地走了进来 颜哥哥 我可以跟你一起睡吗 帝颜哥看着子莹可爱呆萌的模样 拍了拍床板 示意他一起睡 睡吧乖 哥哥会保护你的 已经你的爸爸妈妈 说吧还不由地戳了戳他的脸蛋 这么单纯的娃 也不知道是怎么升级成反派的 看着光目的洛子莹 只觉得恶心坏了 没想到他小时候 竟同那个人靠得如此近 还露出那副满足的小表情 四日早晨 在两人去学堂的路上 突然被两个身着黑衣 戴着斗笠的人拦住了去了 两位小弟弟 我们问个路 你们认不认识一户姓洛的人家 他们是上个月刚搬到这河里县的 帝颜哥当即感觉到了不妙 是他们 当即回到不认识 几乎是一口同声 骆子莹脱口而出 上个月搬到河里县的就只有我家一户 两名黑衣员暗暗使了个眼色 不知道小弟弟贵心 我们兄弟俩一直在找救命恩人 可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 就在骆子莹准备回答之际 帝颜哥立即挡上前 免贵姓王 男孩就因为逃了一堂课 就被仇人灭了满门 那一日火光冲天 起来的两名黑衣员挡住问路 帝颜哥顿时感觉不妙 这八成就是骆家的仇人 他要尽快想办法让骆士一家搬走才行 于是将骆子莹送到学堂之后 便打算行动 哥哥 你要逃课吗 帝颜哥满脸溺爱地看着他 哥哥有点事要去处理 你先去学堂 哥哥一会儿就来 那时候还天真无邪的骆子莹很听话 那哥哥不许骗我 看着他欢快离开的背影 帝颜哥正在飞速地盘损着心理的计划 殊不知两名黑衣人已经起了疑心 正在某个角落里暗中监视着骆子莹 七七五十六分钟之后 学堂已经放学了 骆子莹出来还是没见到哥哥回来 坏哥哥明明说了要来学堂 结果还是逃课 看我不回家告诉父亲母亲 打烂你的屁股 片刻后骆子莹回到家中 骆母看着扑向怀抱的子莹 颜儿呢 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哥哥被夫子留下来了 一会儿就回家了 哼 坏哥哥 这次就原谅你好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危险 正悄悄地向他们逼近 两名黑衣人正在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带两人进了屋 黑衣人看到门边上赫然写着骆子两个大字 看来就是这里了 下一秒黑衣人齐齐凌空跳出 动手 与此同时 帝颜哥兜兜转转来到一处酒楼 据说这是整个县城里最黑的酒楼 如果要是得罪他们 那么他们定会上骆子莹找麻烦大闹一场 到时候骆家就不得不搬离此处 要是还能顺带把我给打完 那岂不是一举两得 于是大摇大摆地入了酒楼 在确认完面前点头哈腰的人正是老板之时 随即便拿出一张纸 我这有一道当红菜系的秘质配方 给我一百两文银 我就卖给你 老板惊异地看着面前的配方 又大概多瞄了几眼 光目外龙言彻不屑地开口 帝颜哥根本就不会做饭 怕又是去坑蒙拐骗 当初他就是这样骗了我龙族的族人 将族中的宝贝同他换了垃圾 同被他坑过的人齐齐点头 同时各种嘲讽 可下一秒却被啪啪打脸 只见酒楼老板面露喜色 成交 痛快地给了帝颜哥一百两银子 随即帝颜哥表示他这还有九种配方 老板没有一丝犹豫 便招呼小二再给他拿九百两文银 可却被帝颜哥当即打断 且慢 既是珍惜之物 那岂有不涨价之力 若掌柜的成星想要 那就在准备四千五百两文银 太阳落山之前送到城南洛府 要不然 就别怪我将此配方卖给你的对价 老板蒙圈的一脸猛逼 你是说 配方涨到五百两一副了 在得到帝颜哥确认的眼神之后 实乃抱歉 小店利润微薄 确实难以支付 还是请客观另寻他处吧 帝颜哥哪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当即摆出一副不屑的姿态 五百两都掏不出来 还做个什么生意 我看你们店迟早得倒闭 说罢便转身而去 幕后老板看着这一幕 茶茶城南洛家的底细 背后若是无人 就将这小子绑了 将他父母赶出城裙 帝颜哥走在回家的路上 心想这样差不多就能万无一失了吧 可就在快走到家门口之时 他猛然一惊 顾布的怀中掉落的银子 跑到门口看着眼前的场景 怎么会这样 原本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却没想到 一切竟发生得如此之快 下一秒他猛然推开人群 顾布的凶猛的火光要冲向院内 隔着天空的一声爆炸 喷出的气流竟直接把他给掀翻在地 然而他不顾浑身的伤势 以及群众们的提醒 但随着内室传来一声 洛夫人微弱的声音 帝颜哥便毫不犹豫地冲入了内室 当看到眼前的一幕之时 帝颜哥整个人有些站不住 只见整个房间被火焰吞噬 洛夫俨然已经没有了气息 洛母用仅存的一丝力气 紧紧地抱着昏迷的洛子盈 洛夫人 坚持住 我来救你们了 冲到他们身边之时 洛母用微弱的声音叫着炎儿 帝颜哥双眼含泪 拼命地拉扯着洛母 试图将他救出去 炎儿 我怕是不行了 就你弟弟出去 帮我 照顾好子盈 他还小 你送他去见星宗 会有人救 然而还没等他说完 抱着子盈的双手 黄黄滑落 跪倒在地上已经没有了气息 帝颜哥再也忍不住 拼命地嘶吼道 洛夫人 他还被大火烧到血肉模糊 而他不停不医治 还要让医生挖去他的五脏六腑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回家 在大火之中 男孩探着已然断气的洛母 他拼命地嘶吼着 光幕外 骆子盈一拳打在屏障上 怎么会这样 爹娘不是死在地盐哥手中吗 这一定是假的 连你都在骗我 众人也忍不住窃窃私语 幼年的青阳大帝好像窒息了 那时的青阳大帝还是个普通人吧 这不对劲呢 这还是施杀成性的帝尊吗 竟然会以凡人之躯冲进火中 救他人性命 不过他冲入火场 救人八成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记得青阳大帝 就是靠着家传的仙法 才成为大帝之一 没准妖帝 救他就是为了掠夺大帝仙法 站在光幕前的骆子盈听到此话 回过神来 原来如此 就算我的父母不是他杀的 但他背叛师们 还杀了师父和小师妹 同样罪无可恕 骆家冲天的火势 似乎把天都照亮了 火光中一道小小的身影 抱着一大团东西冲了出来 男孩身上的衣服 早已被烧得破破烂烂 而且半张脸都烧毁了 众人同时看向 正坐在神座上 闭目养神的帝尔哥 如此一张完美又妖孽的脸 都看什么 等本地出来 早晚收拾你们 而众人刚对他生出的一点怜悯 顿时也烟消云散 落家门前的吃瓜群众 吃惊地看着被烧得血肉模糊的男孩 忍不住倒吸一口气 这到底得有多疼呢 火光中的帝尔哥 在出来后终于忍不住跪倒在地 只是在倒下去的同时 依旧护着怀中的一大团东西 众人冲过来帮忙 他也死死地抓着不放手 只是那些帮忙的人 以为他手中绝对是什么宝物 直到帝尔哥将那团 已经有些烧焦的棉袄打开 里面正是完好无损 却已经晕过去的洛子盈 围观的人一阵唏嘘 本来以为能占点便宜 谁知道敬包这个小孩 真是晦气 帝尔哥不顾浑身的伤势 撕心裂肺地叫着他 子盈 你醒醒啊 我是严哥哥 哥哥给你买你最喜欢的糖葫芦好不好 然而不管他怎么嘶吼 子盈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他跪下向围观众人求救 拼命地磕着头 求求你们救救我弟弟 他才七岁 他不能死啊 可面对着他的百般求救 众人却是一晃而散 他们就是来捡漏的 救人的事 他们可不会 果然 人家不分时代 不帮就算 然后顾不上自己的伤势 背起洛子盈就要去找大夫 倾盆大雨 艰难的步伐 摔了无数个跟头 路人纷纷躲之不及的姿态 另一半的脸因为大雨的浸泡 伤口已经化水 看起来万分恐怖 光目外洛子盈死死地看着这一幕 脸上都是不敢置信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地言哥怎么可能会为我做这些 他一定是为了套出青阳仙决的下落 只是此刻他却不敢看神座上的地言哥一眼 终于地言哥找到一处医馆 但由于太晚显然已经关门准备白映了 听到敲门声从里面出来一个火急 可当看到地言哥恐怖的脸之后 瞬间吓得尿不湿都是了 随即砰的一身关门 七七五十六分钟之后 他又来到一处医馆 大夫 求求你救救我弟弟 然而他衣衫褴 身上又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再加上身无分纹 活脱脱的小乞丐 哪里会有人给他看病 他跑了一个又一个的医馆 无一例外地都将他拒之门外 若是他扔下骆子营 好好清洗伤口 就凭着他天神的血脉 伤口也能渐渐恢复 但如果这样下去 地言哥的脸不但会保不住 或许连小命都不保 此时的骆子营 于他来说就是个累赘 不过地言哥要的就是累赘 能在这个世界就一个人再死 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就这样他拖着惨败的身躯 背着骆子营不断地求医 终于又一个不稳摔倒在地 而这已经数不清到底是多少次了 此时他只感觉浑身好累 仿佛抽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他想过就这样躺平算了 但是看着眼前昏死的骆子营 气息越发微弱 如果放任不管他 那么他真的会死 他于心何忍 于是狠了狠心 继续背着他咬牙前行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又找到一处医馆 不出意外他依然被拒之门外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他只能将骆子营放在门口 自己则跪在地上 我如果跪死在这里 也是为了救人而死 这样既能回家又能救人 尽管医馆的先生出来驱赶 他却毫不动摇 然而他的想法红厚 却没想到自己这么能挺 直到次日 医馆老先生暗暗叹了一口气 他想不到这个小男孩 竟然如此降重 老先生在检查了 骆子营的伤势后 抱歉 他的病老妇无能为力 要不老妇还是给你看一下伤疤 听到此话的严格瞬间急了 如果是因为吸入太多毒烟入了五脏 那么就把我的五脏换给他吧 老大夫的脸抖然间这样的通红 胡闹 没了五脏你会死的 我不用活 只要你能救我弟弟就行 光幕外骆子营痴痴地看着这一幕 他竟愿以他命换我的命 男孩被大火烧到血肉模糊 又被刀刃刺寸刺穿身体 而他不仅不医治 还要让医生挖去他的五脏六腑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回家 此时地言哥跪在地上 带着满脸的渴望 大夫 求求你救救我弟弟吧 只要能救他 我真不用活 只见大夫缓缓地吐出一口二氧化痰 似乎是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老夫哪有这等本事啊 地言哥文言瞬间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难道就真的没办法了吗 可接下来大夫的一句话 却让他眼前一亮 眼中再次出现了希望 这普天之下能患脏气的 只有神医谷的医仙才能做到 于是在问清楚地址之后 便匆匆忙忙地背起骆子营就离开了 老大夫试图想给他看一下伤 却被一心要做死的 他一正言辞地拒绝了 此时外面又下起了轻盆大雨 也不知道是老天想帮他还是要阻止他 路上除了似乎已经麻木行走的地言哥 已经没有任何人 电闪雷鸣 地言哥那张苍白又如同鬼怪般的脸 他的四肢也已经开始流浓血 果露的伤口触目惊心 而那时的他也不过才八岁而已 光幕外众人看得一阵沉默 至少那时的地言哥 确实无话可说 甚至他做的事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魔头 曾经竟然会如此全心全意的救一个人 而骆子银则死死的盯着光幕 他始终不愿意相信地言哥是纯粹的为了救他 他要找到他假惺惺的目的 也不知道到底走了有多久 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神医谷 入口处映入眼帘的却是密密麻麻的求医者 原来想要进神医谷求医 除了要虔诚的排队之外 还要看医仙有没有心情医治 可难道除了等着 就没有其他办法吗 从男子口中得知 这里有一条黄泉路 若是有胆量便可以去闯一闯 只要能从那里走出来 那么一线定会为患者治病 只是还没等他说完 地言哥就坚定不移地说道 我去 入口处的众人在得知地言哥要闯黄泉路后 皆是目瞪口呆 尤其是看到他身上还带着这么严重的伤 更是对他敬佩 那眼神就好像下一秒他就要死了一样 小兄弟 这黄泉路九死一生 你要是去了 不一定能救得了你的弟弟 连你自己都可能死在那里 是啊小兄弟 自神一股问世以来 进入黄泉的人有数百人 可从未有人活着从那里出来 然而这些话落入他的耳中 更加坚定了他的行动 活不了 那不就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进入黄泉路 映入眼帘的是熊熊燃烧的火墙 地言哥脸色微变 竟然有些掩饰不住的激动 因为眼前的火焰一看就是高级火 绝对能做死的那种 地言哥抬头看着虚空 只要我能闯过 你就会救我弟弟对吧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他将昏迷中的落子银黄缓放在地上 下一秒便一头冲入了火墙中 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 在火海中一路狂奔 尽管浑身被烧得发出滋滋的声音 听得有些圣人 甚至还有一股子烧桃味 但他却毫不为所动 不过一会儿 他便已经从火里跑了出来 火确实是好火 但似乎对他没多大卵用 唯一庆幸的是 这火竟然没烧衣服 要不然身为女儿身的 他真的要丢人丢大了 光幕外吃瓜群众看着这一幕 然而此时众人却发现 站在光幕前的落子银有些不对劲 只见他眉头微醋 似乎在强忍着什么一样 青阳大帝 你这是怎么了 在落子银回应到没事之后 众人也没有再看他 而是继续看地言哥的好戏 此时地言哥面前是一座寒气刺骨的冰山 娇小的身体走在冰面上 却显得异常坚挺 火露的肌肤上也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寒冰 突然间四面八方无数的冰刃 像剑羽一般疯狂地朝地言哥飞了过来 地言哥小脸一阵 可冰刃并没有因为他的震惊而停下 顿时一道道冰刃 齐齐刺向他的身体 粗的伤口让原本伤痕累累的肌肤更加触目惊心 他尽量护住身前已经破破烂烂的衣服 而他就像毫无痛觉一样 一步步麻木地朝前走去 只留下一道道刺眼的红色足迹 只有冰刃飞到他身上的时候 小小的身躯才会微微地抖动一下 代表着他依旧还活着 此时光幕外的众人无不震惊 有一种疼 叫做看着都疼 千刀万剐也不过如此吧 这到底是怎样的信念 才会让恶贯满盈的妖地做到这样的地步 可落驾于地言哥也不过是一份之恩而已 何以至此 而此时的落子引手出在光幕上 几乎牙都要咬碎了 浑身忍不住的都在颤抖 只是一瞬间 额间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而他就好像在承受着某种莫大的痛苦一样 片刻后 站在他身后的小仙鹅发现了他情况不对 当即好奇地走到他旁边伸手去触摸光幕 然而他只是轻轻的一点 下一秒伴随着惊叫声直接倒在了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这光幕不能碰 在众人疑惑之际 落子引苦涩开口 原来碰触到光幕的人 能感受到光幕里那人一半的痛楚 众人听到之后七七一正 不过是凡俗之人一半的痛楚 能有多痛 竟能让一个小仙鹅倒地不起 虽然小仙鹅对于他们来讲修为尚浅 但也不至于随意就被急晕吧 于是几个不幸些的 当即伸出手去触摸光幕 下一刻一口鲜血净狂喷而出 那人满脸的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 那不过是凡俗的冰刃 一半的痛楚都竟然如此 与此同时 众人齐齐瞄了眼 正在神座上闭目养神的地言歌 小小年纪能抗住这样的苦难 这个无恶不做的妖帝 能成为整个九天十戒最强大的人 不是没有缘由 如果他没有走歪 那该有多好 可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从一个心性坚韧 淳朴善良的少年 变成现在这样凶残没人性的腰底 而骆子盈只是面色苍白的偷看了他一眼 心里酸涩的难受 他没想到地言歌曾为了救他而付出了这么多 光幕内 地言歌已经来到了刀山前 只见各个刀刃朝上 铺满了整片道路 此时的地言歌一物破碎 浑身布满了血淋淋的伤口 就这么一脚一脚的踩在刀刃上缓慢而坚定的前行 四次穿脚掌发出痴痴的声响 这让众人看得头皮发麻 这是多变态的人 才能想出这样的考验 同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小子 放弃吧 你这样根本就撑不下去 或许现在放弃 还能见你弟弟最后一面 地言歌只是愣了一下 声音中带着微微作死的颤抖 我要救他 老者欣赏地看着地言歌 你的任性我很喜欢 等过了这一关 老夫可破例收你为徒 而地言歌却不以为然 我只要救我弟弟 其实这个时候的地言歌 也被自己身上的伤下了一大跳 虽然他没有太多的痛觉 但是有一种痛 笑看着都痛 然后他猛然对老者开口 等等 就当老者以为他后悔了的时候 地言歌则眼巴巴地看着他 大爷 你能不能给我件衣服 话音落下 大爷瞬间瞪大了牛眼 像极了一条大鲶鱼 老夫竟然还不如一件衣服吗 他为了能够救弟弟 不惜上高山 小火海 哪怕是浑身被刺到血肉模糊 哪怕是鲜血流干 他依然拖着惨败的身躯咬牙爬行 此时地言歌浑身布满了血淋淋的伤口 抬头望向续空 就当老者以为他坚持不住要放弃了的时候 地言歌则眼巴巴地看着他 大爷 你能不能给我件衣服 话音落下 大爷瞬间瞪大了牛眼 像极了一条大鲶鱼 老夫竟然还不如一件衣服吗 不过最终还是将自己身上的袍子扔给了他 地言歌接过袍子直接裹在身上 防走光的同时还能避免被自己身上的伤口给吓到 还不忘感激地对老者道 谢谢大爷 而大爷则是猛然吸了几口二眼花痰 他一个被万人敬仰的堂堂一仙 没想到有一天会被人一口一个大爷的叫 难道他不要面子的吗 停下来的地言歌看着面前的刀衫 不由的感觉一阵发出 虽然他没什么痛觉 但看着还是有些腿软 不过想到上一世 家人四处贷款倾家荡产的舊头 以及他死前他家人痛苦的模样 那这点路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这么走着想着 脸上不由的扬起一抹温润的笑意 光幕外的众人看着这一幕 这么天真又温暖的笑容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似乎于他来说 只要能救骆子莹 就能让他如此高兴 莫长留则不甘地看着光幕中的地言歌 对骆子莹竟产生了几分嫉妒 地言歌 你为什么要对骆子莹这么好 当初你要是对我有对他一半的好 我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此时骆子莹孔孔作然放大 像是看到了什么惊恐的事一样 只见地言歌一个重心不稳 静止听听地道了下去 骆子莹止不住地浑身颤抖 哥哥 众人也不由地发出阵阵惊呼声 似乎也带着些惋惜 虽然他们恨极了地言歌 但再怎么说 那时的地言歌不仅是个孩童 而且所作所为皆无愧于心 神作上的地言歌 看了自己一眼眼眸微动 其实那时他是故意不小心摔倒的 本以为可以浑水摸鱼地趁机死回去 谁知道这是很快就被判定为故意为之 从那时起 他并不敢再作弊 也是自那次开始 他便开始了悲催的成神之路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倒在血泊中的地言歌再次缓缓地睁开眼 他想要爬起来 但是却因为失血过多 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 众人看着几次都没有爬起来的地言歌 心都揪在了一起 甚至还有人安安为他打气 妖帝 你不是妖帝吗 就剩下这点距离 你倒是快点过去 而就是这一步之遥的距离 此时对于地言歌却犹如万里 他用四肢艰难地爬行着 浑身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倒也不是疼的 而是他真的太虚了 只能凭着意志强撑着一点点地往前爬 而他的身后早已经是星红的一片 身上的血水不断地往下挡 一个人身上到底有多少的血 才能将这刀山忍红 似乎是过了很久 终于他爬到了终点 可地言歌似乎不知道自己已经过来了 依旧还在一点一点地木讷地蠕动着 而骆子银不知从何时开始 早已泪牛满面 哥哥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这一刻他才明白 那满地的血 竟是为他骆子银而流 那时的他该是多么地痛苦无助 可这一切只是为了救他 可他却什么都不知道 此时光幕之中传来一声充满激动的声音 千百年了 终于有人能闯过这皇权大阵 我天玄子总算后继有人了 以后你就是悬疑仙宗唯一的传承者 听到老者的话 众人一阵骚动 他就是悬疑仙宗宗主天玄子 人群中也有人曾经被他救过 只是一直以来他都是以面具世人 众人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真容 没想到就是这样先锋道骨的老者 可最后也是死在了地言歌的手中 地言歌这个畜生 连天玄子这样的好人 也很心下的去手 神奏上的地言歌感受到众人的视线 还嫌这些人恨他不够多 于是唇角带着戏血的味道 不错 天玄子就是本帝所杀 你们有本事 就来杀了本帝 否则等本帝出来 必将巴尔等皮 丑尔等金 将尸体之解 散落在山川湖海 以罪恶毒的法阵压制 永世不得超生 一旦激起千层浪 众人对地言歌的恨一直瞬间飙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地言歌看着众人充满怨气的眼神 笑得越发妖孽 就是这样 来吧 在仇恨和愤怒的驱使下 提醒你们的大砍刀 狠狠地砍向我吧 不过这光照根本也砍不烂了 然后又看向早已以泪洗面的骆子银 很明显他是被感化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看他那此时的鬼样子 怕是攻略不了了 看来得想个办法骗他们收了这个射死劲 于是双眼瞬间呈灵力之色 本帝有天道镜保护 而等楼已是杀不了本帝的 此话一出就有人立马提议收了天道镜 要用乱刀砍死他 不过还是有理智之人 这妖帝实力高深 若是撤了天道镜 势必有一番激战 而且他最擅长蛊惑人心 背后也不知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 肯定是故意出言激怒 为的就是引导他们撤掉天道镜 从而隐藏过去 众人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这妖帝果然心思深沉 差点着了他的道 帝言哥看着他们脑洞大开的画面 嘴角忍不住一阵抽搐 你们清高 你们了不起 你们燃烧我照亮自己 此时依然趴在血泊中的帝言哥 仿佛用尽了最后一口气 医生将他丢进了水桶中 回家是不可能回家的 你现在是老夫的徒弟了 逝去是刘杰由老夫说了算 原来桶中竟然是传说中的三光神水 而非心智坚定者 不能承受 所以他才会设下那皇权大阵 挑选合适的继承人 经过神水的洗涤 浑身的血肉筋骨 原神魂魄 真灵神石都会被淬炼 日后便能一飞冲天 帝言哥被大手死死地按在水中 还咕噜咕噜不停地喝着洗澡水 这可把他给恶心坏了 众人看着这一幕 个个瞪大了双眼 直呼帝言哥走了狗屎运 这也太不公平了 要知道那三光神水 哪怕只是一滴 就可以让凡人脱胎晃骨 非生上戒也不过是早晚的事 只是听说被三光神水添炼 会承受莫大的痛苦 不过为何看帝言哥 没有一点疼痛的样子 随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落子银魂伸直不住地颤抖 险些晕死过去 原本还想反驳的众人 瞬间都不敢吱声了 毕竟只有这一半的痛苦 都能让大名鼎鼎的 青阳大帝变成这副模样 他们哪里还敢再去尝试 而此时帝言哥在水桶里 正在拼命地挣扎着 他只感觉自己的伤势 在迅速地恢复 他发誓他一点都不想恢复 他只是想回家呀 快放开我 你这个绊脚石 天玄子感受到他扑通得越来越厉害 唯是知道你被三光神水改造的痛苦 但唯有忍受这无尽的苦楚 才能成为人上之人 孩子 你一定要坚持住 此时帝言哥内心无比崩溃 坚持你妹啊 我谢谢你祖宗十九代 他为了能早日回家 不信女扮男装 想尽各种办法不断作死 与主角作对 同最大的反派称兄道弟 甚至为了拉仇恨我行我素 哪怕被世人误解也从不解释 最后竟阴差阳错地成为了 九天世界最强妖帝 直到众多帝尊联手开启天道镜 是要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众 随着光幕的笼罩 帝言哥的好人事迹也渐渐浮现 可他发誓他只是想为了能早日回家 好不容易在黄泉路灶的伤痕累累 然后又被天玄子扔到三光神水中进口 伤势也在迅速恢复 他扑腾得越厉害 天玄子按得越挤 只认为他是无法承受神水改造的痛苦 此时帝言哥内心无比崩溃 他只想谢谢他祖宗十九代 片刻后才猛然起身 恶心的他一阵狂吐 做死没把自己做掉 反倒是这黑乎乎的洗澡水 差点给他送走 还好他现在才只有八岁 尸身也问题不大 否则他女儿身的事情指定的漏 可就在他拧衣服的时候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等等 之前被洛夫救上来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穿着干净的衣服躺在床上了 那这么说来 洛夫洛母那时其实已经知道他的性别了 再回想起之前和洛子盈一起入茅房洛母的反应 立想到这帝言哥顿时感觉老脸都丢尽了 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可这一举洞落在天玄子的眼中 却让他一阵欣慰 只认为帝言哥是重情重义 品行坚韧 真不愧是老夫选中的人 随即面带慈祥的笑容 那么我的乖徒儿 你叫什么名字呢 立言哥先是一惊 然后猛逼的一脸猛逼 心想脑子有始才会做你的徒弟 泡个澡就让做死了几天的伤口痊愈了 要真成了他徒弟 那岂不是能长生不老了 那我还要不要回家了 随即便当场拒绝了 我不要做你徒弟 我只要救我的弟弟 正当天玄子要一本正经的介绍 他的悬疑宗多牛逼之时 立言哥却瞬间捂住了耳朵 不管有多厉害 多出名 他都没兴趣 而且这什么悬疑先踪 一听就是正经门口 肯定会阻碍他回家的道路 谁料天玄子不管三七二十八 一把抓住他的手 我不管 泡了我的神水 你就是我的徒弟 可下一秒他却脸色微变 身为老中医的他随即发现不对劲 这小子竟然是个女孩 立言哥似有所感天玄子要说的话 当即便打断了他 老头 我是哥哥 我是他这儿八经的哥哥 就算再难 我也一定要救我弟弟 可老头没有理会地言哥 依旧没有撒手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一样 片刻后猛然一惊 樱桃小嘴张的老大 你根本就不是人 卧槽 你才不是人 天玄子满脸激动之色 经过三光神水的淬炼 地言哥的筋骨已非凡人 但是血脉仍旧不通 也没有灵根 刚才他还在疑惑 现在终于知道了 原来地言哥身上竟然有十二处天神封印 而他根本就不是凡人 虽然每一处封印破碎都会生不如死 甚至是夭折 但若能全部解开 便可一非冲天 闻言地言哥顿时两眼放光 其他的他不敢兴趣 但是一听会夭折 那这不是正合他意 随即便来的兴趣 那要如何才能打开封印 在老头口中得知 唯有修炼 当修为达到瓶颈 封印便会引来九霄雷结 雷结之后 封印自可破碎 话若地言哥扑通一声趴在地上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天玄子顿时又惊又喜 这就成了 他一声好事做尽 却不愿让人知晓 在众人眼里 他是十恶不赦的妖底 杀师长诸同门 守任父母 简直畜生不如 可随着天道静下 他的作死之路被公之于众 众人越发目瞪狗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其实地言哥所做的一切 只是想回家 此时天玄子赫然发现 他竟不是人 原来地言哥天生身上 就有十二处天神封印 准确地来说 他不是凡人 而这些封印每破碎一次 都会让人生不如死 随时都可能会夭折 但如果能解开全部的封印 便能冲破无上大道 而打开封印的途径 就是不断地修炼 当修为达到了瓶颈 封印便会引来九霄雷杰 雷杰挺过之后 封印字可破碎 可似乎地言哥只听到了 夭折俩字 那这样岂不是就能回家了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想到这随即扑通一下 跪在地上 师父再赏 请受徒儿一拜 此时天玄子又惊又喜 像是捡到了宝一样 可他始终不明白 他和他弟弟并没有血脉关系 还为何要激进九死一生救他 就这么为了一个凡人 实得吗 而小小的地言哥声音 却铿腔有力 他父母与我有恩 他永远都是我的弟弟 光木外落子莹 几乎哭下了双眼 忍不住又叫了一声哥哥 虽然他在后来 做了这么多错事 但至少那时的他 还是他的哥哥 但错了就是错了 等他在天道静下赎了罪 他定会为他风光大脏 此时天玄子 听到地言哥的一番话之后 看起来甚是满意 很好 天玄子打抱不平 就是这么一个老好人 可惜他不知道 自己救了一个白眼狼 而这个白眼狼 会在以后害了他 登将仇报的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禽兽 当初先帝就应该杀了他 可不管别人怎么说 神座上的地言哥 缓缓睁开眸子 看向光屏中的天玄子 这是他除了 洛家欠下的第二个人情 那时的他 并不知道冲破这天神的封印 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毕竟那时的天玄子 虽然修为高深 但也不过是下界的一个修者 哪里有能力 以后他便有了另一个身份 一仙天玄子 而他也不过是为了 完成天玄子的心愿 不让玄一仙宗到了传城 后来他也帮玄一仙宗 找到了新的继承员 其实这个新继承员也老熟了 只是他现在估计很忙 所以不在这里 此时只见天玄子 一直点在地言哥的额头上 试图用自己全部修为 去助他冲击封印 下一刻骤然乌云滚滚 瞬间漆黑龙 如同子龙般在云间翻腾 雷电轰鸣 仿佛千军万马奔腾 那种如同末日般的压迫 在这一瞬间 地言哥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来临 虽然他不太喜欢被雷劈死的感觉 但看样子这是能成 此时天玄子单手画掌 暗在地上发出阵阵灵光 试图稳住身体迎接雷杰的道来 地言哥此时灵根和鲜脉未开 若遭雷击 必死无疑 如果天玄子能替他抗下雷杰 冲破第一层封印 那么从此他便能修醒 随后天玄子抬头望着虚空 伴随着轰隆隆的威压 全身浑厚的气势骤然炸开 续续雷结 又有何惧 随后一把将地言哥娇小的身体 推出去甚远 伴随着恐怖的气息 一道道水桶粗的紫雷划破长空 骤然向着下方的天玄子袭来 小子 你为了一个没有血脉的弟弟 竟能做到如此地步 老夫将这悬疑仙宗交给你 也就放心了 下一秒 随着一声惊天驱想 紫色雷霆毫不留情地 披在了天玄子的身上 天玄子整个人如同沐浴 在一片紫光之中 饶视天玄子也强忍不住 发出阵阵惨烈的嘶吼声 而这一切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当地言哥爬起冲过来的时候 又一把被天玄子用真气推出 地言哥激动地想要再一次冲过去 然而等他冲过去的时候 紫光已经消失 此时天玄子缓缓落下 但看他灰败的脸 和身上的一片狼藉就知道 他整个人非常不好 随后他手掌一翻 浮现出一颗金色的种子 没等地言哥反应过来 便直接打入了他的额间 而这正是悬疑仙宗的全部传承 等修为到了一定的程度便能打开 里面还有本门的功法 切记要好好修炼 以后悬疑仙宗就交给你了 说罢天玄子转身轻咳了一声 只是咳出来的都是血 而在他身后的地言哥并没有察觉 老头你没事吧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傻 这种劫雷又不关你的事 而天玄子也是一个倔强之人 老夫能有什么事 你是老夫的弟子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这悬疑仙宗 便替他找个传承者吧 地言哥微微一正 他既已拜师 那么悬疑仙宗的事就是他的事 天玄子替他挡下雷结 助他突破封印 虽然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但他如此重义 地言哥也便会爽默 天玄子闻言并没有回头 内心似乎是充满了感动与不守 如此 甚好 说罢身影一闪便消失不见 地言哥见状连忙开口 你还没救我弟弟呢 只听虚空中传来一道微弱的声音 他也无爱 男孩虽然只有八岁 但却有十二根韩骨 一生不走寻常路 主打的就是一个作死 九死一生闯黄泉大阵 不料却被天玄子强行拉着泡神水逮走 并助他解除天神风影淋发雷结 感受到那股恐怖的威压 让地言哥真真切切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就当他又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了的时候 却被天玄子一把推开 听死帮他挡住九霄雷结 然后又把一生所学全部传授给他 做完这一切才强撑着惨败的身躯匆匆离去 那时候的地言哥 并不知道天玄子走得如此极的缘由 而现在他却是懂了 天玄子本就受缘已尽 又在承受了劫雷之后 便已注定要生死到消 只是他倔强地不想倒在徒弟面前而已 光目外众人同情地看着离去的天玄子 天玄子不会有事吧 他刚刚受的可是九霄劫雷 哪怕只有一击 连上界之人都可能灰飞烟灭 更何况他只是一个下界的修者 不过在他们的认知中 天玄子最终是死在地言哥的手中 这个忘恩负义的禽兽 连如此恩师都不放过 要不是天玄子 他怕是早已经死了 此时骆子盈已经醒来 再见到地言哥时眼中充满了亮光 不过下一刻又有些举色 言哥哥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爹娘在哪里 我好想他们 而地言哥只能说他们再见心中 去了便会见到他们 那时的他们 是多么的纯真无暇 如果当初他没有带他去见心中 或许就不会有现在的青阳大帝 也不会有现在的他 或许曾经他也为成神成仙动摇过 但时光越久 他也越逆反这样的日子 如果他记得不错的话 就是在这里遇到了那时的萧绝 如果把最恨他的人排个榜 那萧绝这家伙绝对可以排第一 地言哥带着骆子盈 踏上了去见心中的征途 听宗门名字有些高大上 但他却只是下界中的一个小封门 甚至连个排名都没有 而当时骆夫人让他送子盈去见心中 但还没交代具体找谁就已经走了 不过还是打听到 见心中这几日正在收徒 有兴趣的都能去测灵根和血脉 一旦通过 便能成为见心中的弟子 两人几经周折 终于到达了宗门的入口处 并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上树立着一根灵柱 灵柱前众人都在排着队进行测试 将手伸在灵柱上 便会浮现出灵根以及血脉的等级 通过的便能入宗门成为子弟 地言哥看着前方的场景 只要骆子盈能进见心中 那么他就在另寻其他死亡契机 片刻后两人来到跟前 骆子盈身出手贴向灵柱 两行大字也缓缓浮现 费灵根 繁品血脉 地言哥看到之后满脸震惊 怎么会是费灵根 光目外众人看到这一幕 也一阵不可置信 新阳大帝怎么可能是费灵根 一定是内测资质的东西有问题 因为任谁都知道 费灵根就算有再强的功法 也不可能飞升 更不可能成为强大的大帝之一 连骆子盈也有些猛 这好像和他的记忆不太一样 因为在他的记忆中 醒来之后就已经在见心中 资质什么的 从来没人提及过 此时地言哥瞪大了双眼 只认为是他们搞错了 我弟弟聪明灵慧 学识样貌皆是上体 怎么会是费灵根 男子则是一脸的不耐烦 如果不服的话可以去闯箭种 只要能从那里取一把箭出来 那么即便是费灵根 也能破格录用 只是里面不能说是危险 只能说是非常危险 据说自见心中成意 还从未有人从箭种活着出来过 地言哥文言顿时两眼放光 浑身上下都在冒着做死的泡泡 我去 小子能活着出来 等你成功了再说 地言哥看着一脸天真的骆子银 你就在此处等哥哥 我去去救来 如果他死在箭种 就把天玄子前辈的医术 带回现代发扬光大 这样也不算食言 至于骆子银 他已经救了他一次 已经人之一尽 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 然而此时突然后面 传来一声惊呼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是费灵根 我要进见心中 见心中弟子比一的 看着眼前桀骜不驯的少年 同时指向地言哥 或许你也可以学学 那小子去闯箭种 只要你能活着 从里面取一把箭出来 就能成为 见心中长老的清传弟子 当将种女主碰到 距离男主 两人各怀鬼胎 一个担心被抢机缘 一个抢着去作死 那么两人会擦出 怎么样的火花 地言哥带着弟弟 来到见心中拜师 不曾想骆子银 却是费灵根 而想要顺利地 让他进入宗门 那么只有闯箭种 并且活着带一把箭出来 据说这箭种 是见心中意外之下 发现的墓穴 而进去的人 自身的实力 和里面的威压成正比 各方视力进去的人 有数以万计 但出来的却是寥寥无几 而且出来职人 不是重伤就是疯了 就连修为最高的宗主 都差点折在里面 再加上他们发现里面 只是一些凡俗之剑 渐渐的就都没了兴趣 现在说是给那些 没有资质的普通人 一个机会 说白了就是用来 彰显他们的大意 但谁都知道 普通人一旦进去 不过就是一个死字 一心做死的蒂严哥 哪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当即便决定闯剑种 而同样是费林根的 另一个男孩 此时也依然决定同学 蒂严哥微微一愣 这不就是书中的男主萧绝吗 随即便伸出手打招呼 可萧绝看都没看他一眼 镜子从他身边走过 同时充满鄙夷的声音响起 想要讨好我 让我在剑种照顾你是吧 简直是做梦 片刻之后 两人来到剑种的入口处 而仅仅是站在入口 就能清晰地感觉到 荒谷金雀大帝的配剑 自千万年前 玉万魔物入侵九天十戒 而金雀大帝凭借着一人一剑 全灭于外之魔 而自身也因为耗尽一生修为而陨落 后来那把配剑也随之消失不见 没想到最后静落到魔尊萧绝的手上 据说萧绝从很久之前就得到了那把剑 只不过一直低调 直到后来飞升上戒后 世人才知道他的那把配剑 正是金雀大帝的配剑 而那时的萧绝早已人剑合一 那把神剑也沦为了魔剑 萧绝一路所向披靡 但即便如此 他也敌不过他们的这个妖帝 最后被镇压在了荒谷之地 他们的妖帝是如此的优秀 可惜他最终还是走错了 蒂言哥见萧绝总有意无意地跑到他前面 就看他不顺眼 戏开 你别挡路 这小子总想和他抢作死 别以为他不知道 这剑种可是作死的好地方 而萧绝也是同样的想法 只不过他是感觉这里有他想要的好东西 而蒂言哥毫无疑问便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两人一路你追我赶 谁都不愿意被对方跑到前面 于是两人一前一后 在这泳道里越走越深入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往里面走 周身的威压就越来越强 此时萧绝只感觉头重脚轻 浑身固满了痘大的汗珠 可那小子为何显得如此轻松 还在前面跑得飞快 于是萧绝脸上写满了不服气 忍着头晕目眩死死地咬着牙关跟在后面 只是没过一回功夫 鼻尖的血就止不住地往外挡 蒂言哥回头看了一眼萧绝 见他此时的状态 似乎随时都能晕死过去 便忍不住开口说道 小子 想要活命就别再往前走了 这里可不是你能把握得住的 同样是降肿的萧绝只认为是受到了挑衅 不用你管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里根本就不是一介凡人该来的地方 再往里走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片刻后 蒂言哥的蹊跷都在止不住地流血 仿佛下一秒就能直接被压成血污 而萧绝终于再也忍受不住 至于能不能活下来 只能靠他自己了 看来这剑种当真是有点东西 但越是这样 蒂言哥就越兴奋 生命不息 做死不止 现代世界 我来了 女孩一天不做死浑身难受 生命不息 做死不止 不是已经奄奄一息 就是在伤痕累累的路上 因为只有这样 她才能早日回家 将种蒂言哥和倔驴消绝双双闯入剑种 一个为了做死横冲直撞 一个为了机缘紧跟其后 只是随着两人的渐渐深入 周身带来的威压也越来越强 此时两人蹊跷流血 仿佛下一秒就能直接被压成血污 而萧绝也终于忍受不住 东医生倒在地上晕死过去 可蒂言哥却越来越兴奋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此时剑兴宗的高层 在得知又有两人要去剑种送死后 对此非常重视 毕竟剑种的秘密 他们还是不甘心放弃 骆子营看着光幕中剑兴宗派来的长老 不由得成激动之色 而那个人正是他的师父 元臣真人 他的师父对他恩重如山 即便他是费灵根 但依旧收他为徒 耐心地教导他 要不是元臣真人 他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可就是这么一个好人 最后却被蒂言哥残忍杀害 想到这骆子营心中又生起一股恨意 哥哥 你真是糊涂 而这时的无臣真人 面上充满了蔑视与不屑的表情 两个废物 也妄想从剑种出来 当真是可笑至极 从弟子口中得知 原来躲在角落里的骆子营才是费灵根 而进去的其中一人是他的哥哥 他的意思是只要他能从剑种带把剑出来 那么就让我们收了他弟弟做徒弟 而元臣真人只是冷冷地瞥了骆子营一眼 眼中充满了厌恶 砸灵根 肺血脉 就他也配 听到此话男子疑惑地看向元臣真人 很显然他并不明白真人的意思 元臣真人双眸威逼 若是蒂言哥侥幸有命出来 那么他就收了这个废物 如若不然 杀了便是 光幕外的骆子营看到这一幕瞬间破防 连连后退了数捕 他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元臣真人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虽然他已经隐隐猜到 他的师父很可能是蒂言哥求来的 但他依旧无法接受这些事实 他又一次欠了他 而且在他的记忆中 那可是他当父亲一般敬重的师父 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 将他照顾得巨细无疑 怎么可能用那般看蝼蚁的眼神看他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一定是因为他还没有收他为徒 等收他为徒之后 一定不会是这样的 而其他的赤瓜众仙也是面面相去 当着洛子盈的面不敢置身 说好的恩仲如山的师父 到头来就这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蒂言哥拖着残败的身躯 爬到了永道的尽头 他想要晕厥的感觉越来越严重 可又偏偏一直晕不过去 想要做个死 怎么就这么难 这是一个偌大的洞穴 里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剑 这些剑对于凡俗之人来说 那绝对是神兵利器 但对于修者来讲 不过就是一堆破铜烂铁而已 下一刻蒂言哥猛然起身 双手死死地握住一把剑 想要将其拔出来 浑身因为用力而止不住地颤抖 片刻后 随着枪的一声利剑拔地而起 可下一秒却被随之而来的剑气 瞬间先飞 口中的鲜血止不住地狂喷而出 这感觉不能说是爽 而是非常的酸爽 喷的一声巨大的力道 将它狠狠砸向地面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这也让蒂言哥不由地暗暗吃惊 这剑气好像有点厉害的样子 随后便发出疯癖般的笑声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我决定拔掉这里所有的剑 这是我见过最疯癖的女孩 她的唯一愿望就是能死掉 但死亡对她来说 甚至都是一种奢望 每天都要把自己弄得体无完肃 而她非但不停手 还异常地兴奋 此时剑心中的一出洞穴内 随着枪的一声利剑拔地而起 可下一秒 她却被随之而来的剑气瞬间先飞 口中的鲜血止不住地狂喷而出 咚的一声巨大的力道 将它狠狠扎向地面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可帝颜哥却不怒反省 随即发出疯癖般的笑声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她决定拔掉这里所有的剑 光目外众人看着这一幕 不由地微微皱眉 这帝颜哥真是走了狗屎运 如此轻易地就取到了剑 说好的剑种九死一生 看来都是骗人的吧 不过话虽如此 众人内心也不得不佩服 他们这个无恶不作的帝尊 为了落母的遗愿 为了能让诺子迎进剑心中 他宁愿以身犯险 当然这个险 在他们眼里是完全没有看到 帝颜哥就这样一直使而复伐 每拔出一柄剑 身上就多出数道伤口 血淋淋的伤口裹露着白骨阴森恐怖 仿佛下一刻 他就会直接死掉 可即便这样 他也没有丝毫要平手的意思 就好像这里的剑跟他有不公带天之仇 随着地上的剑被他拔得七零八路 整个空间的压迫感也越来越强 在他身后爬过的地方 早已经被染成了星红一片 但这依旧挡不住他那作死的心 此时的他完全就是一个疯子 光幕外几人极度地看向骆子银 他所做的这一切竟都是为了骆子银 如果那个人哪怕只对他们有骆子银十分之一的好 他们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 而骆子银却是突然动的一声被掀翻在地 整个人看起来脆弱不堪 似乎下一秒就要崩溃 这让众人发出一阵惊呼 新疆大地怎么回事 难不成这件种真有问题 难免会有些好奇心过剩的人 不由地伸出手去触摸光幕 可就在刚刚接触的那一场 下一秒骤然间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 随后便躺在地上没了动静 还没来得及触碰的众人见到这一幕 惊恐地纷纷往后退去 哇 他的道心崩溃了 大家千万不要接近光幕 这绝对不是凡俗的剑种 难道真是上古金雀大地留下的剑种 金雀神尊是上古神明 也只有他才能设下如此精妙的剑种 此时众人看着地言哥还在不停地拔剑 不由地怀疑这家伙是脑子有病还是疯了 只要能拔出一柄剑便能通过测试 而他早已经伤痕累累 为何还要不停地拔剑 这其中一定有重大的阴谋 难不成这妖帝是提前知道 这是精确大地设下的考验 所以才苦苦坚持 这时候一位仙人站出来 强行为地言哥解释了一波 可能他不是疯了 而是他已经失去了意识 所以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取到了剑 只是在凭着本能在行动 毕竟这剑种连仙人的道心都能崩溃 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孩子 在他的信念中 这件事一定对他非常重要 所以即便是晕死 他也要坚持坐下去 众人文言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想不到那时的妖帝 对青阳大帝竟有如此的信念 骆子莹终于再也忍受不住 一拳狠狠地砸在光幕上 地言哥 谁让你做这一切的 我根本就不需要你做这些 你听到了没有 就这样他一拳接一拳地砸向光幕 哪怕他砸得鲜血淋漓 可光幕却依旧不为所动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光幕内的地言哥被剑气 无数次地先飞在地 又无数次地爬起来抓向利剑 骆子莹双手一直不停地砸向光幕 不断地嘶吼着 地言哥 你停下 你快陪我停下 而后再也忍受不住 早已泪流满面的 他浑身贪软地跪坐在地上 他到底何德何能 竟能让那时候的地言哥 对他如此地好 不惜一次又一次地为他去死 正在神座上闭目养神的地言哥 缓缓睁开眸子 不带一丝感情地稍稍瞄了一眼 这年头 不论是人还是仙 似乎都很喜欢脑补 而对于他来说 只觉得是他们无比的吵闷 此时剑种里的剑在一把把的减少 而地言哥身上已经尽是伤痕 眼睛也已经看不见了 可以说比之前的千刀万剐还要咋 他爬行得也越来越慢 现在别说站起来了 就是他一下手都是无比的艰难 而终于也让他摸索到了最后一把剑 然后用尽所有力气猛然抓向剑刃 谁也不能阻止我回家 他是九天十戒最强帝尊 可在众人眼里却是十恶不赦的妖地 更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禽兽 不惜消耗毕生修为也要联手开启天道径 一旦启动 里面人的一生过往都将会公之于众 而恶贯满盈之人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直至最后魂飞魄散 可随着他不为人知的往事一点点的浮现 下一刻骆子银终于再也忍受不住 一拳借着一拳的砸向光幕 可哪怕他砸到鲜血淋漓 也依然无法改变这些事实 早已泪流满面的他浑身贪软的跪坐在地上 他到底何德何能 竟能让那时候的蒂严哥对他如此的好 不惜一次又一次的为他去死 而此时间心中的某处洞穴内 蒂严哥拖着惨败的身躯缓慢而坚定的爬行着 身上无数道伤口裹露着白骨 看起来阴森恐怖 双目也早已经被刺下了 在他爬过的地方也被染成了星红的一片 而终于也让他摸索到了最后一把剑 然后用尽所有力气猛然抓向剑刃 下一刻 惊敷的一声 柔嫩的手掌竟直接被切成了两半 残肢断臂散落在原本星红的地面上 看得让人头皮发麻 可他却依旧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我就用头去装 他拼命地挣扎着用身体仅有的一丝力气 毫不犹豫地一头撞向剑刃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利剑也跟着被震飞了起来 此刻光幕外的众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显然是被蒂严哥疯狂地举动震惊到了 震惊至于也忍不住一阵感慨 蒂严哥不愧能成为九天十戒最强的妖底 若是换作他们任何一人 遭遇到此等困难的情况下 恐怕早已放弃了 此时蒂严哥倒在血泊中 俨然没了动静 突然一把剑发出阵阵轰鸣声 夹杂着阵阵寒光悬空立在了蒂严哥的上空 而这剑正是刚刚被他用头锁撞倒的那把 只是一瞬间 此剑周身开始散发着耀眼的金光 原本幽暗的洞穴骤然间变得光芒大声 与此同时整个剑总理的所有剑 像是听到了什么号令一般 竟全部颤抖了起来 下一秒万剑骑射 夹杂着惊天轰鸣声齐齐朝着空中那把剑飞去 然后围绕着上空不断的盘旋 片刻之后一道虚影恍惶浮现 而这虚影下界的人可能不认识 但是那些上界之人则是非常熟悉 这正是上古精确大地的虚影 下一刻一道浑厚威严的声音响起 千万年了 吴终于等到了传承之人 荒幕外众人顿时又炸锅了 这地颜哥走的莫不是真狗屎运 这才多久就遇到了两个传承 人比人简直气死人 想当年他们在下界的时候 哪一个不是兢兢业业的靠自己修炼 然而在对比地颜哥 他们甚至连狗屎都不如 此时只见虚影双手轻轻一挥 那些原本正在盘旋的剑当即停滞下来 习习地冲向最前面的剑 刹那剑万剑归宗 犹如来自远古的战神 威严而肃目 气势更是惊天动地 片刻后所有的剑全部消失 只剩下一把通体散发着金光的剑 只见他一分为二 一为十 一为虚 而虚影的一半直接冲向地颜哥 瞬间没入他的额间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原本昏死的地颜哥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身体上的伤也在急速地恢复 当地颜哥醒来之后 发现眼睛又能看见了 手掌也健全了 而且整个人比之前越发精神抖擞 似乎有始不完的劲 此时地颜哥猛逼得一脸猛逼 直到他发现眼前高大的虚影 正漂浮在半空中正正地看着他 什么鬼 我这是又被治好了 只见虚影不怒自威 跪下吧小子 以后你便是本尊的传承者 地颜哥一看虚影就是个不好惹的主 当即做死刀 跪什么跪 老子除了父母长辈谁也不跪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老子下跪 话若虚影猛然瞳孔咒缩 死死地盯着他 而地颜哥内心巴不得他赶紧生气 然后把他给送回家 此刻别说是虚影了 就连仲仙看的都直冒冷汗 那可是上古大帝啊 现在的大帝和他没有任何可比心 这样的上古神明 可以说能打十个青阳大帝 片刻后只见虚影止不住的仰天狂笑 不但没有生气还倍感骄傲 不愧是本尊的传承者 就是有气魄 只是地颜哥已接受了他的践心 这传承他不接受也得接受 而地颜哥则是毫不犹豫地吐出一个字 我不要 这践心一听就是啥好东西 现在一个传承就已经够烦了 怎么可能还要第二个 随即指向角落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爬过来的消觉 老头 不行你就给他吧 这东西我属实不想要 而虚影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消觉 显然是觉得他并不够资格 随着悬空的金剑飞向地眼手中的一刹那 剑种之外瞬间电闪雷鸣 一大片乌泱泱的云中带着紫雷 向剑种急速靠拢 此时虚影似乎是感知到了什么 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小子身上竟然有天神封印 女孩仅仅是为了一个疑愿 不击做到血肉模糊 站不起了就爬 爬不动了就用手抓 他手掌被切成两弹 他就用头去撞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地眼哥音声倒地 俨然没了动静 与此同时利剑腾空而起 发出阵阵寒光 一刹那所有的剑犹如群雄号令 齐齐围绕在空中盘旋 下一刻一道虚影赫然出现 画长为止轻轻一点 万镜归宗 犹如来自远古的战神 接着这把剑一分为二 一为十 一为虚 虚影瞬间没入地眼哥的额间消失不见 随后地眼哥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完全恢复 而眼前的这位赫然是上古精确大帝的虚影 他已经在这里守了千万年 今日终于等到了传承之人 虽然地眼哥百般抗拒 但依旧无法改变接受传承的事实 随着利剑飞向他手中的一刹呢 剑腫之外瞬间电闪雷鸣 云中夹杂着阵阵子雷急速向剑腫靠拢 虚影骤然间若有所思 这小子身上竟然有上古封印 来不及多想 下一秒便犹如流星破洞而出 既然是他选中的传承者 那么就由他来助地眼哥一程吧 天的一声巨响 浑身散发着金光的虚影 就对上了来世凶猛的子雷 伴随着两波能量的碰撞 爆发出来的余波狠狠冲向地面 顷刻间地动山摇 此时剑种内的两人身体也来回晃动 而肖觉则是眼睁睁地看着地眼哥手中的剑 刚才他和那老头的对话他都已经听到了 小孩 既然你不想要的话 那能不能把剑给我 地眼哥闻言瞪了他一眼 谁是小孩 不过他要不说的话 他就差点忘了 这剑可是能让骆子迎入宗门的唯一希望 怎么可能会给他 肖觉此时仇视地望着地眼哥 这剑一看就是好东西 而且刚才还金光大圣 现在就像有灵性一般变得普普通通 不甘心的他下一刻就冲向地眼哥 试图把剑给抢到手 地眼哥身子微微一闪 下意识地用手猛然一推 轰的一声肖觉直接狠狠地砸向墙面 口中鲜血狂喷而出 地眼哥见状不由地暗暗吃惊 这看情况是那个虚影 扭住他突破了一层封印 不仅力气变大了 身体也身轻如燕 这死亡门桃 怎么还越做越高了 倒在地上的肖觉死死地盯着地眼哥 刚想要爬起来 可伴随着洞的一声巨响 一块分崩离析的大石块 直接落到了他的身上 下一秒便又晕死了过去 地眼哥一看这感情好 要是能给他早回家那岂不是美子 可等了半天这些石头跟长了眼睛一样 纷纷丝毫不差地将他给避开了 眼看这样也死不成 干脆直接背起萧绝往洞外走去 这家伙可是书里的大男主 他以后回家的路 可能还要仰仗这位大兄弟呢 两人这一路顺风顺水 畅通无阻地出了剑中 站在洞外的骆子营一看到哥哥出来了 就迫不及待地一边喊一边向他跑去 可下一秒轰的一声巨响 整个山体轰然倒塌 不出意外骆子营已经被埋进了废墟中 帝颜哥剑状猛然大惊失色 下一刻飞速朝着石队跑去 我不是让你在原地等着吗 谁让你过来的 他用双手一边拼命地挖着废墟 一边在心里气抖 上天保佑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你要是死了 我怎么跟洛夫人交代 与此同时 剑心中的原臣真人也打到 他站在废墟之上副手而立 刚刚剑种之上突将雷结 他不得不怀疑他们在里面得到了什么东西 于是陈生问道 小子 你们在剑种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帝颜哥哪里顾得上塔 他现在一心都在想着骆子盈 双手继续不停地跑着 原臣真人见他竟然直接将自己无视 圣怒之下手掌一挥 杀着一丝灵气瞬间打向帝颜哥 小子 我再问你一遍 你们在剑种里发生了什么事 可帝颜哥就像耳朵瞎了一样 依旧没有理他 艰难地想要爬起来 子盈 别爬 哥哥马上就救你出来 然而原臣真人向来被凡俗之人追捧 哪里遇到过帝颜哥这样的硬子 他在死亡 可是想死却怎么也死不了 最痛苦的莫过于得知真相后的分崩离析 骆子盈曾经对眼前的腰地痛恶棘手 恨不得八皮抽筋 而如今却要放弃对他的审判 因为在这一刻 他终于认清了他是他的好哥哥 此时帝颜哥刚刚走出剑种 请客间整个身体纷然倒塌 无料却刚好砸中飞奔而来的骆子盈 帝颜哥顿时惊慌失措 听令地用双手刨着废墟 原臣真人站在废墟之上副手而立 一再询问他在剑种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帝颜哥一心想着救弟弟出来 仿佛耳朵瞎了一样对他如若未闻 原臣真人在遭到三番五次的无视之后 终于忍无可忍 随即一把抓住他的脖梗 小子 我在最后问你一遍 剑种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帝颜哥此时也是一肚子的怒火 直接一口老痰吐在了他的脸上 原臣真人此时只觉得杀太一万次都不够解恨 握着脖梗的手力道又添加了几分 我看你是找死 在这一瞬间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他的师父竟是如此心狠手辣的人 因为在他的记忆里 他的师父如慈父般温和 无论是天才地宝 总会在第一时间给他 更是对他百依百顺 而眼前的一幕也提醒了他 这个世界向来都是强者为尊 曾经像他这样的弱者 不过是楼一宝 骆子银的心态在一次炸裂 他甚至感觉师姐对他也可能是虚情假意 但他记忆中的一切又是怎么回事 他总觉得后面发生的一切 并会颠覆他的整个世界 此时帝颜哥命悬一线 虽然被抓着脖梗呼吸都很困难 但还是缓缓地吐出几个字 有种你就杀了我 老子皱一下眉头算我输 可就在原成真人要成全他之时 腰间的小铃铛突然震动了起来 像是收到了什么讯息一般 原成真人见状脸色微变 显然有些难以置信 这才沉着脸将帝颜哥放下来 随后便表示可以收他为徒 只是那眼眸中充满了轻蔑 于他来说眼前的人不过一只蝼蚁 他自然不会将他放在眼中 收他为徒 他就应该感激涕零 此时帝颜哥还没完全缓过来起 一边咳嗽一边坚定地说道 想要我做你徒弟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得先把我弟弟救出来 其实那时的帝颜哥也决定了 做这个随时就想杀他的老头的徒弟也挺好的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他给打了 不过前提是骆子莹一定要找到 原成真人闻言顿时被弃笑 他去遵守他为徒也就罢了 这还跟他谈起条件了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可帝颜哥比他还嚣张 麻烦你要杀的话就快点 别磨磨唧唧的 老子要是坑一声就是你孙子 老头文言顿时气得七笑声烟 要不是收到讯息 怕是早已让他伸手一触了 只能无奈地接受他的条件 随着原成真人手掌一挥 顿时石头横飞 一块一块地飘向空中 不愧是修炼之人 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便找到了骆子莹 不过他看上去气息很微弱 估计离死不远了 帝颜哥慌忙准备上前查看情况 却被老头瞬间用灵力钉在了原地 这小子命大 还有一口气 让我帮你找到 现在你能当我弟子了吧 可帝颜哥又提出了一个条件 要让老头发心模式 救活骆子莹 并且这辈子都会好好照顾他 原成真人眉头紧皱 脑怒得几乎把牙都要养碎了 你信不信我杀了他 帝颜哥同样坚挺 你要是敢杀他 那我就同他一起去 原成真人虽然气愤 但最后也不得不妥协 心里却想着既然他这么在乎骆子莹 那就让这小子成为他手上的把柄 多养一个废物而已 他也不是养不起 光幕外骆子莹 正正地望着这一幕 他怎么也想得到 他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被原成真人受为徒弟的 哪里会有无缘无故的仕途情 他之所以会对他那般好 全是因为帝颜哥 此时骆子莹只感觉 有一只手死死地扯着他的心脏 恨不得四分五裂 这种从心脏蔓延的痛 让他眼眶酸涩 可明明很痛 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来 随即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他要停止对帝颜哥的审判 龙颜彻见状 当即忍不住怒吼 骆子莹你是不是疯了 帝颜哥就算曾经真的对你不错 那他对天下一万苍生做的事呢 你凭什么替天下苍生做这个决定 可骆子莹觉得这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 他现在只想救哥哥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曾经男人眼中恶贯满盈的仇人 如今却变成了最好的哥哥 当骆子莹看到帝颜哥 三番五次地为他所做的一切之时 只感觉有一只手死死地扯着他的心脏 恨不得四分五裂 而内心的最后一丝防线也终于崩溃 这一刻他决定停止宣判 龙颜彻见状当即怒吼 骆子莹你是不是疯了 帝颜哥就算曾经真的对你不错 那他对天下一万苍生做的事呢 你凭什么替天下苍生做这个决定 可骆子莹觉得这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 他现在只想一心救哥哥 然而事实上天道镜一旦启动 是不可能停止的 此时帝颜哥被他们吵得头疼 缓缓睁开眸子 看向骆子莹和龙颜彻的方向 都闭嘴吧 爱看看 不看滚蛋 骆子莹你别自作多情了 本地做事自有本地的目的 可不单单只是为了你 虽然帝颜哥说的是大事货 可骆子莹显然不相信 哥哥 对不起 帝颜哥被对方矫情的样子 弄得有些堪斗 还是算求吧 爱咋想咋想 然后只能继续闭眼装身沉 此时见心中的一处密室内 帝颜哥和肖爵被带了进来 只见肖爵满身狼藉的被绑在椅子上 剑种之内发生了那么大的动静 他们怎么可能不想知道其中的秘密 随后元臣真人拿起刑具 眼神中充满了阴冷之色 说吧小子 把你们进入剑种后发生的所有事都说出来 肖爵虽然内心慌得一皮 但却是没有说话 下一秒只听咔嚓一声 肖爵的指甲便被硬生生地拔了出来 顿时肖爵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 满脸胀的通红无比 脸上的汗珠止不住地往下流 不过肖爵也是个硬茶 纵然疼得浑身都在颤抖 可依然没有说话 地言哥看着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依旧不忘挑衅 老头 你有什么就冲我来 老子要是坑一声就不是人 元臣真人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他是暂时动不了地言哥 但那小子的命可没人吧 然后又向肖爵缓缓地靠近 不说是吧 老夫自有办法对付你 可肖爵依旧不为所动 要知道食指连心 这种痛楚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 况且他还是个孩子 眼看元臣真人还想继续折磨他 地言哥实在看不下去了 于是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我在剑总得到了一个老头的传承 你们想要可以往我的眉心这里自己挂 老子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文言元臣真人脸色微变 不由问到是什么传承 可事实上地言哥也说不上来是什么传承 他也不会用 反正就是一对破剑飞来飞去的 元臣真人听完之后若有所思 随后面色慎重地离开了 地言哥看着眼前的少年 竟然心里产生了一丝愧疚 虽然他的死活跟自己没有关系 但怎么说也算是没有出卖他 随机上前帮他把刑具解开 话说你小子刚刚为什么不告诉那老头 可肖觉却是一脸不屑 缓缓地吐出了一个字 关你屁事 地言哥也并未生气 这小子还算仗义 作为回礼 他决定把在剑总得到的那把破剑送给他 等以后这小子变强了 再等着他过来找他算账 肖觉一听顿时来的精神 还是不太相信地确认了一遍 而事实上地言哥自始至终都不想用 本来是想着换骆子营进剑新踪的 不过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 而且那把剑在他眼里丑的一批 话落肖觉简直要惊掉了下巴 那么牛皮的一把剑他居然说丑 四股红颜多过水 十年前他们是同门师兄弟 十年后却彼此为了女人变成了死敌 不惜大打出手 最终骆子营被肖觉打入了绝境之地 原成真人为了能问出在剑总的秘密 不惜对肖觉动用私刑 咔嚓一声 肖觉的指甲便被硬生生地拔了出来 可饶时他疼得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 浑身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也依然没有吐出半个字 眼看老头还想对他继续折磨 蒂严哥终于看不下去 随即直接了当地把传承的事告诉了原成真人 原成真人听完之后若有所思 随后面色慎重地离开了 蒂严哥看着小子还算仗义 作为回礼 他决定把在剑总得到的那把破剑送给他 肖觉文言顿时来了精神 还是不太相信地确认了一遍 蒂严哥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不过还得先答应他一个条件才行 而接下来的话让肖觉完全摸不到头脑 蒂严哥表示你不能喜欢我 而且等你以后变强了 必须视我为仇敌 要不断地挑战我 直至杀死我为止 肖觉文言猛逼的一脸猛逼 这小子提的都是什么奇葩条件 莫不是脑子不正常吗 正在他疑惑之际 突然周边一阵灵力波动 只见上一刻还心狠手辣的原成真人化身小口 此时他满脸堆笑地看着蒂严哥 编出了一套连傻子都不相信的货 乖托儿 让你受苦啊 之所以会用非常手段对付你们 维师也是无奈之举 可这一切都是被先来踪逼迫的 他们仗的自己是七大宗门之手 一直压榨奴役我们这些小宗门 要是刚才他不弄点动静出来 他们定会将你们抓去搜魂 搜魂知道吧 搜魂之后你们就会神志不清 成为废人 然后不划好意地低头看向蒂严哥 维师这样做 可都是为了你们好 希望你们能理解维师的一片良苦用心 而蒂严哥却像看憨屁一样看着他 我看是你们修为不打标 所以才没法自己搜魂吧 别以为他不知道搜魂这个技能 要原英镜以上的修者才能施展 原成真人转过身尴尬一笑 随即便转移了话题 骆子莹现在已经被接到了宗门内 现在则是由他的爱女亲自照顾 蒂严哥看着他若有所思 这老头是要玩什么花样 无视献殷勤 非奸击倒 原成真人则是转头看向两人 话说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蒂严哥和萧绝文言微微一愣 随即一口同声各自表现出不屑的表情 不认识 原成真人看向萧绝 眼中充满了算计之色 按理来说 萧绝乃是费灵灯 既入剑种也没能通过考验 可原成真人却表示 他向来戏彩 不忍如此心性坚韧者辗转人间 以后就败入他的大徒弟门下 留在剑心中吧 话若只听萧绝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多谢师傅 不得不说萧绝还真是能屈能伸 不愧是书中的男主 刚刚还被用了私刑 这转眼间就能放下恩怨 可萧绝心里怎么会不憋屈 只是他也有难言之意 无论被如何对待 他都会坚持下去 于是两人一前一后 跟着原成真人去看望骆子莹 片刻后三人来到原成真人的居所 并入眼帘的是一个长相秀卿的女子 虽然长相上并不是那么惊艳 但是那笑容仿佛能治愈人心 骆子莹则是非常乖巧地站在他怀中 当听到蒂严哥叫他弟弟之时 眼神中充满了疑惑之色 随后指向面前的蒂严哥 西游姐姐 他是谁啊 男孩仅仅是为了一范之恩 便赴他一世周全 他被大火烧到血肉抹火 被冰刃寸子刺穿身体 被异见伤到残肢断壁鲜血淋漓 三方五次挤进九死一生 可他却从未有过任何怨言 只为了能给他最好的归宿 挤进周折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弟弟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长相秀卿的女子 只是微微一笑仿佛就能治愈人心 而骆子盈则是非常乖巧地站在他怀中 当听到蒂严哥喜出望外地叫他弟弟之时 他眼神中充满了疑惑之色 随后指向面前的蒂严哥 西游姐姐 他是谁啊 光幕外骆子盈看的这一幕 瞬间气得差点冲进去将自己抱打一顿 只见西游眼眸如水地拉着蒂严哥的手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是如此勇猛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你也可以同子盈一样叫我西游姐姐 然后又满脸无辜地看向骆子盈 之前他见他受伤比较严重 就一时心急用了大半蒸汽将他唤醒 只是没想到蒸汽和他相冲 最终致使他的记忆受损 而事实上这都是他的阴谋 在听到元臣真人说的大代情况之后 他便决定亲自照顾骆子盈 蒂严哥和他情同手足 只要牢牢地抓住骆子盈 那么蒂严哥岂不是就能乖乖地听话 并且他已经抹去了有关蒂严哥的记忆 从今以后 他就是骆子盈最为亲近的人 这样蒂严哥以后肯定能为他们所用 况且没有男人能拒绝一个漂亮女人的温柔攻势 骆子盈是 蒂严哥亦是如此 元臣真人文言瞬间醍醐灌顶 原本他还担心之前与蒂严哥撕破了脸面 怕他不会再轻易信任 现在看来将骆子盈这个废物由他女儿照料甚好 蒂严哥满脸疼爱地看着眼前的骆子盈 也并没有多想 只要他平安就好 此时细柔带着纯真的笑容一口一个湿地 以后你就是我爹门下的首徒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生活起居的 蒂严哥正正地看着他忍不住一阵感叹 还真不愧是让反派和男主抢破头的第一女配 长相和身段都是上品 还如此的温柔善解人意 光幕外众人见状便死死地抓住这点不放 早就听说蒂严哥男女不济 没想到这么小 就用那种眼神看青阳大帝的世界 龙颜彻也在一边劝道 骆子盈你看到没有 蒂严哥就是个无耻之徒 他为你做这么多 他一定是为了你的青阳先决 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的表象点迷糊 骆子盈没有开口 只是跪在光幕前看着小小的蒂严哥 还有他曾经爱慕过的师姐 那个十年如一日带他如亲人般的师姐 此时他的内心万分复杂 一时间也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画面中汐柔说爸便拉着蒂严哥 带他去看看给他准备的房间 骆子盈见汐柔姐姐走了也想跟上前 却被元臣真人一把拉了回去 见新宗虽然是下界宗门里最弱的门派之一 但离凡俗之地却是非常近 所以这里的住处也都是极尽的奢华 蒂严哥也毫不客气 反正暂时也走不掉 不如暂时留在这里好好享受一下 随后便表示要沐浴 然后再让准备点好吃的 闻言汐柔脸色一讲 显然没遇到过如此不客气的人 不过还是满脸笑意地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盒子 里面装的是屁股单 一粒可顶三天饥饿 蒂严哥确实也是饿坏了 随即拿起一粒就往嘴里塞 可下一刻便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因为这玩意简直比他自己做的饭还要难吃 西柔在旁边缓缓坐下想要打探他的底细 师弟 我见你天赋异禀 又生的俊俏 想必定是名门望族之后吧 你家是哪里的呀 家中可还有什么人 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呀 可蒂严哥只是挠了挠自己乱糟糟的头发 师姐 我想先沐浴 头上好像长尸子了 你能帮我抓一抓吗 咦 西柔闻言再也绷不住了 瞬间当场试会 男孩自从意外来到修仙大陆 一直都在不断地各种作词 只求能够早日回家 从来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过半分好感 直到他发现了一种干洗技能和减肥餐 如果把这两项专利都带回家的话 那还不赚得盘满钵满 这一刻他才觉得这里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而元臣真人妇女为了能掌控蒂严哥 不择手段地对他的弟弟下手 并抹去了骆子迎神事中有关蒂严哥的记忆 还非常体贴地给蒂严哥安排了住处 蒂严哥却是丝毫地不客气 不但要求给他沐浴 还要让准备点好吃的 虽然西柔百般不情愿 但还是非常温柔地拿出了珍藏的屁补丹给他吃 据说这玩意儿一粒可顶三天饥饿 只是味道简直比蒂严哥自己做的饭还要难吃 此时蒂严哥挠了挠自己乱糟糟的头发 师姐 我头上好像长狮子了 你能帮我抓一抓吗 那你 西柔闻言再也绷不住了 直接当场实话 本来还想亲切地靠近一点打探蒂严哥的底细 听到狮子之后瞬间跳出巴掌圆 蒂严哥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 然后摆出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 怎么了师姐 西柔尴尬而又不失礼貌地摆了摆手 没事 只是刚才腿抽筋了 接着蒂严哥伸出了充满爱意的双手 那师姐来帮我抓狮子吧 此时西柔只觉得头皮发麻 你不要过来啊 蒂严哥见状小脸变得异常委屈 师姐可是在嫌弃我吗 你知道的 我从小就离开了父母 独自在外流浪 西柔听到这边抓住机会想继续套他的话 师姐怎么会嫌弃你呢 我只是在想 小师弟如此的优秀 这一路走来 一定很不容易吧 可蒂严哥却是油盐不尽 表示这些事情来日方长 现在想先去沐浴 西柔眼看暂时攻略不动 于是微微一笑 沐浴这种事情交给我就行 还没等蒂严哥反应过来 只见西柔手掌一挥 灵气从指尖散发而出 然后包裹着蒂严哥的身躯不断的盘旋 蒂严哥感受着浑身突如其来的清爽 连他身上的衣服都瞬间变得干干净净 这让蒂严哥突然觉得这个世界也不是一无是处 就冲这种术法 以后若是带回去开个干洗店 那还不转的盆满钵满 还有那个壁骨丹 重新调配下口味 不仅可以用来当减肥带餐 还可以让那些忙着工作的人省去吃饭的时间 这么一想 他突然倒是有点不急着作死了 此时西柔见蒂严哥一直傻傻地冲着他笑 还差点就流口水的样子 直呼这小子是个灯徒子 不过内心却是万分得意 他修炼了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看到这些人羡慕崇拜他的眼神吗 尤其是长得这么漂亮的师弟 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 他感觉自己都要害羞了 随即问向蒂严哥 师弟你在想什么呢 正在幻想着如何报复的蒂严哥这才回过神 越显尴尬地咳了咳 没什么 只是在想你 还没等他说完西柔就娇羞地脸上泛起了红韵 讨厌 想什么呢 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蒂严哥一眼 便逃离式地离开了 大胆撩拨 点到为止 我就不信拿不下你 蒂严哥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有些无语 他还想问干洗技能修炼的事情呢 这怎么就跑了呢 不过求人不如求己 他决定在自己的世海内找找有没有这一项技能 毕竟得到了两个传承 他现在还没看过呢 于是蒂严哥这一作便进入了状态 等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只见袁臣真人和西游正满脸堆笑地看着蒂严哥 那脸像是一朵绽放的菊花似的 这可把蒂严哥也吓了一大跳 两人没有理会他惊讶的表情 只见袁臣真人手里拿着北京烤鸭 徒儿 你饿了吧 为师让人从凡俗之地给你带了不少好吃的 蒂严哥此时脑子还是嗡嗡的 这是什么情况 这老家伙是拿错剧本了 还是我又穿越了 殊不知他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男孩仅仅是闭眼眯了一回 行为变态 常人一辈子都难以愉悦地鸿沟 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大概是之前做死的太多 所以他的血肉筋骨 原神魂魄以及真灵神石 再加上意志的磨练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 所以体内的气息只要稍稍运转 修为提升简直就像普通人呼吸一样简单 等到蒂严哥再次睁开眼之时 只见袁臣真人妇女笑得犹如绽放的菊花 手里拿着北京烤鸭 徒儿 你饿了吧 为师让人从凡俗之地给你带了不少好吃的 此时蒂严哥脑子嗡嗡的 这是什么情况 这老家伙是拿错剧本了 还是他又穿越了 原神真人看着他无动于衷 以为是烤鸭不合他的胃口 然后又拿出一堆好吃的 甚至还有小孩喜欢玩的玩具 再看老头此时眼睛已经笑成了月牙状 徒儿 你就放心修炼 至于你那个弟弟 为师已经将他是做亲儿子 每天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绝没有受半分委屈 蒂严哥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还知道用莫子营来拿捏他 看来是没换剧本 随后伸手抓起烤鸭 边啃边问道 说吧 什么事 此时原神真人满脸讨好的意味 他是怎么也想不通 蒂严哥为何会短短一个月 就从凡俗之人成了助击巅峰强者 而他已经五十多年了 才看看助击中期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传承 未免也太强大了 蒂严哥文言顿时惊掉了下巴 一个月还突破到了助击巅峰 他不就是休息了一会吗 不过传承这种玩意儿 说了你们也不会懂 只可以会 不可言传 原神真人只是憨憨的一笑 连忙表示明白 不过还是不安好心的 一直盯着蒂严哥看 原来两年后会有一个秘境 宗主希望他能代表 剑星中去一地 不过你放心 你的弟弟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 原神真人左一个弟弟 又一个弟弟 自认为将蒂严哥拿捏得非常好 蒂严哥一听到秘境 顿时来的精神 什么秘境 危险吗 原神真人则是寻寻善诱 他怎么可能会对他说危险 主要那个秘境 只有古灵十五岁之下的 才能进去 而且里面的灵草灵药 先裹好东西多得不得了 更重要的是 还有能一天洗水的宝贝 难道你不想让你的弟弟 也走上修行之路吗 然而事实上是 他们这些老家伙要是再不突破 寿命也即将走到尽头 而那个秘境 有他们想要的灵药 蒂严哥低头思索了下剧情 十五岁以下才能进去的秘境 原著中好像是有这么一段 那是萧绝修炼后去的第一个秘境 那个秘境比起建筑 危险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后萧绝还在那里 收获了不少灵药和灵气 可以回家了 而且还有两年时间 他完全可以在这两年内 学点有用的技能 回去帮家里发家致富 这么一想 小日子又有了盼头 随即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然而这一切看在 如今的骆子盈眼中 蒂严哥又要为了他要去涉险 看原成那眼神就知道 这秘境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 他死死地咬着唇 一寸也不离光幕 虽然曾经的一切 他已经无力挽回 但至少他可以经历 一部分他受过的苦 只有身上的痛 才能让他的心好过一些 不过蒂严哥随即表示地 答应他一个条件 文言原成真人妇女对视了一眼 像蒂严哥这样的 不到十岁就已经筑基巅峰 要是再过两年 那简直不敢想象 至于他们想要的东西 肯定能通过蒂严哥唾手可得 所以只要蒂严哥的要求不过分 他们都会答应 可当听到蒂严哥的条件之时 老头差点惊尿 原来蒂严哥只是想学 吸油之前用的那个 清洁衣物的束缚 还有炼制屁股单的办法 短暂过后 原成真人才缓缓吐出 一口二眼红套 他想了一万种可能 原来就这 随即表示让他可以去藏书楼 那里有所有的基础 束缚和B级练单数 想怎么学就怎么学 蒂严哥这才爽快地 吐出了一个字 成交 作词小能手 在经过一连串的作词未遂之后 便短暂地消停了下来 为了回家之后能报复 又紧张蜜罗地 开始筹谋他的研发之路 只因两年后 有一个极其危险的秘境 宗门则是希望 他能代表建新宗去参加 虽然蒂严哥知道 他们肯定没安好心 但是这么危险的地方 他当然不能错过 谁也不能阻止 他回家的脚步 终于送走了热情的 原成真人妇女之后 蒂严哥似有察觉地猛然回头 只见萧绝正站在 他的身后偷偷地瞄着 显得欲言又止的样子 一个月没见 这家伙还是一脸的讨人厌 蒂严哥摆出一副 很牛批的姿态 就这么看着他 可等了半天 他硬是没说话 片刻后 蒂严哥才忍不住开口 你找我有事 只见萧绝在那里扭捏了半天 你能不能告诉我 怎么样才能在一个月内 突破住激进 蒂严哥闻言略带诧异 原来是为这事而来的 不过随即就嚣张地笑了起来 这表情很明显 就是一副欠揍的模样 而说出来的话更是气人 这么弱智的问题还用问吗 当然是因为我是修炼天才了 你的小若畸醒追上我 再等个八百年吧 萧绝闻言顿时期的脸都绿了 他暗暗发誓 一定要尽快追上蒂严哥 虽然他测出来的资质不行 但在修炼的过程中 却比丹临登的速度还要快 这也成功地引起了 剑心中上层的注意 于是便决定好好培养他 打算两年之后 让他同蒂严哥一起去秘境 蒂严哥看着他逃离式的背影 笑声更加猖狂 要不是萧绝打不过他 他是早已经忍无可忍地 对他大打出手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这个以后的魔尊 不但从小就被蒂严哥轻松拿捏 以后更是被他踩在脚下蹂躏 此时蒂严哥迫不及待地 来到了剑心中的藏书阁 并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修炼术法 只不过这些在外人眼里 全是烂大街的货色 甚至在繁俗之地都能买到 然而蒂严哥确实拿着 这些基础术法激动不已 新结术 自然不用多说了 以后可以开个干洗垫 火球术 好东西啊 不但能省燃气费 冬天还能用来烤火 甚至还可以吃个小汤味 卖点小烧口 冰冻树 炎炎夏日再也不用担心 开空调飞电了 蜜溪树 好东西啊 潜水不用带氧气瓶 还可以下海捞鱼 实现海鲜自由 还有初级炼丹树 初级炼气树 空间带的制作方舌之类的 没多大一会儿 蒂严哥就找了一大堆书册 好家伙 这下一条龙都有了 而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破烂 在蒂严哥眼里 却是能发家致富的好宝贝 于是蒂严哥在这个 从来没有人踏入的藏书库里 住了下来 殊不知就是他这一举动 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基础术法 会引来无数人的争先哄情 被买到断火 然而还被死对头 嘲笑是小若基 于是他便开始 不分昼夜地苦苦修炼 终于在两年后 是破如竹 一举突破到了 驻击境巅峰 本想找蒂严哥大战三百回合 不料却被一招K 直接昏死了过去 蒂严哥在藏书格 看着一大堆书册 而就是这些 没人看一眼的破烂 在他这里却是如获之宝 于是从此便住在了藏书阁 这一幕也让光幕外的众人疑惑不解 这妖帝为什么会对这些基础 书法感兴趣 难道这其中有什么秘密 也难怪妖帝能成为 九天十届的治强者 一定是他的基础打得好 众人暗暗下定决心 等回去之后 也要去仔细研读这些基础工作 妖帝能做到的 他们也一定行 时间一晃就是两年过去吧 萧绝音 一起结束 成功步入了助激进巅峰 煞世间周身淋漓四起 夹杂着嘶嘶狂暴直冲云霄 听到动静的元臣真人妇女 却是看都懒得去看一眼 在他们眼里 萧绝日日夜夜不停地苦修 两年才突破到助激进巅峰 这和帝颜哥比起来简直就是废层 自然也不愿意多去关注 萧绝在这两年内 也一直在关注着帝颜哥 当年他那些极其嚣张的话 萧绝至今都记得一清二楚 他能有现在这成就 其实还要多谢帝颜哥的鼓励 而帝颜哥两年来 则是窝居于藏书阁不肯外出 修为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 所以他便打算去会会他 势必要一雪前耻 只是刚到藏书阁 就见到一个大的出奇的火球 朝他飞了拐 萧绝见状不屑地吃笑一声 雕虫小记 也敢搬门弄死 下一刻便抽出了 曾经被帝颜哥视为垃圾 送给他的灵件 驴挥出夹杂着狂暴的灵力 随后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整个藏书阁瞬间被炸成了平地 顿时周边狼烟四起 尘土横飞 这么大的动静 直接就引起了重高层的注意 于是都齐齐地赶了过来 等他们赶到之时 就见浑身狼狈的帝颜哥 正扛着晕过去的萧绝 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 是哪个王八糕子搞偷袭 我好不容易研制出新的炼丹烤炉火球 原成真人风风火火地走到帝颜哥面前 脸上竟是讨好的意味 徒儿你没事吧 这好端端的藏书阁怎么就炸了 其实这两年他也是挺操心的 这个藏书库都不知道已经重修多少回了 毕竟帝颜哥时不时地就要将藏书库给炸一下 还没约齐名的他要炼丹 而帝颜哥只是突然有了个新想法 打算将火球改造成天然炼丹炉 这样炼丹的话不但可以省去炼丹炉 还能省一笔支出 最重要的是 还可以边炼丹边下厨 甚至还能用来取暖 可谓是一举数得 只不过他刚将火球炉弄出来 就被人偷袭了 说着便将萧绝一把扔到了地上 这货也是够倒霉的 他可能是来藏书库找书的 却刚巧不巧地赶着被炸 真是又若机运气又差 本来刚缓过来一点的萧绝 在听到帝颜哥的一番说辞后 本就被炸得气息不顺的 他再次被气晕了过去 随后帝颜哥掏出一大葫芦 里面装的是这几日的废丹 要不是元臣真人说宗门里的废丹 必须统一处理 这些废丹外观差了点 吃起来口感更是让人作呕 但是效果竟然堪比完美及丹药 简直是离谱 正因为如此 剑心宗的宗主才会亲自出现在这 而他也是剑心宗唯一的精丹进修者 帝颜哥见到他之后态度也比较诚恳 这宗主虽然当初留下他也有他的目的 但可以算是整个剑心宗最没心计的人了 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宗门 不像元臣真人 一切都是为了私心 而且即便帝颜哥炸了剑心宗无数房产 他也不从怪罪 所以等他去了秘境 在做死之前一定帮他弄点灵药回来 宗主似乎也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难为你的一片赤诚之心 只是秘境凶险莫测 而等务必万分小心 说着便取下了腰间的三寸小剑 这是他多年前偶得的宝物 正适合筑击巅峰使用 于是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送给了帝颜哥 帝颜哥经过了两年的卧心肠胆 在炸了无数次的藏书阁之后 红水也炼制出了大量的肺丹 可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废丹 连剑星宗的宗主也引来了争先哄抢 虽然口感让人作呕 但是效果竟然堪比完美及丹药 这也因此获得了剑星宗宗主的赏识 只是接下来要去的秘境凶险莫测 随即便取下了腰间的配件 打算送给帝颜哥 众人见状纷纷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毕竟那可是宗主佩戴了五十年的灵剑 平时看得无比珍贵 此时怎么说送人就送人了呢 而帝颜哥其实是不想要的 身为做死小能手 要这种玩意儿做什么 不过当个装饰品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老头也挺不容易的 为了宗门的发展 不惜所以简视也要拿出 平时根本就不舍得用的灵智公他炼丹 即使炸了无数房子也不曾责怪半句 靠着一个人独自撑起这个剑星宗 手底下还竟是不安分的人 于是帝颜哥在准备离别之际 掏出了三瓶炼好的丹药 一瓶送给宗主 另外两瓶就由他交给骆子银 日子炼制的丹药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用 至于其他的他也顾不上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他总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 以后的路还是要靠他自己走 在帝颜哥离开后 元臣真人打开其中一个瓶子 里面正是满满当当完美品相的聚灵丹 这小子怕是他自己都没舍得用一颗吧 这是何等的情谊 他们明明没有半分血缘关系 可他对他的情谊 简直让人感天动地 此时元臣真人虽然内心非常贪婪 但是碍于宗主的面也不敢过度放肆 随即表示 既然宗主拟有了成品丹 刚刚那废丹不如就交由在下处理如何 元臣真人文言则是老脸一横 显然是对他极度的不猛 要不是坐下弟子告诉他 元臣真人让帝颜哥所有的废丹都交给他处理为由 然后完全占为己有 他也不至于到现在才知道 元臣真人见事情败露顿时显得有些慌张 解释到他只是不忍宗主公务缠身 这才自作主张处理了废丹 可宗主已经对他失望至极 这些极度虚伪的话语自然也不愿意多听 你好自为之 说罢便转瞬离开消失不见 只留下咬牙切齿的元臣真人 嘴里不停地诅咒着老东西 而这些举动也被一旁的西游尽收眼底 想要担药还不简单 爹爹莫不是忘了那帝颜哥的命脉 还捏在我们的手里 你就等着瞧吧 此时帝颜内心俨然已经有了注意 晚上帝颜哥独自坐在房中把玩着配件 这玩意虽说对他没用 但就充远于真人的慷慨解能 他也得好好保管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声响 自从他修炼之后 无感也变得越来越强了 打开门才发现是西柔姐姐带着骆子盈过来了 明玉你便要启程前往秘境了 我特意带子盈过来看看你 他的脸上永远都挂着温和的笑意 看着就让人会觉得心情舒畅 不像骆子盈 一见到他就挂着的那臭脸 看了就不想看第二眼的感觉 帝颜哥这两年都在忙于学习束缚 也多亏了有西柔能帮他照顾弟弟 虽然他可能有些小心思 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帝颜哥对他的好印象 如果此次能从秘境回来 他便打算给西柔带些礼物送给他 虽然他也没打算能回来 化落西柔如水般温润的毛子里 竟是雀跃之色 两年的时间 他不信自己还没有误热他 只要帝颜哥能对他有他弟弟一半的好 也不枉费他这两年的特意照顾 然后又表现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 其实礼物不礼物的没有什么关系 师弟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不得不说这温柔香也太让人迷惑了 可下一秒 帝颜哥突然感觉到有人在暗处偷窥他们 转头之时发现一个虚影一声而过 男孩只是送了女人一件珍贵的礼物 可换来的却是一个无情的大笔斗 西柔为了能帮老爹得到担药 不惜带着男孩的弟弟深夜到访 经过他的丝丝甜言蜜语 最终帝颜哥被攻略的一阵阵心神荡漾 再加上近两年他对骆子莹的细心照料 不由地对他说出了一番感激之情 可两人交谈甚欢事突然发现有人偷窥 乍眼一看原来是萧绝正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 这让弟严哥一阵惊呼 难道他这么快就喜欢上了女儿 要开始和骆子莹抢欣赏人了吗 毕竟这个时间段萧绝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 不过看他的眼神好像是在敌他和西柔等等 他不会是在吃他和西柔的醋吧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太刺激了 想想都让人兴奋 而萧绝则站在门口握着双手始终一语步伐 弟严哥也直勾勾地用挑衅的眼神看着他 下一刻一把抓过西柔的仙仙御手就往屋里拽 西柔师姐 外面天起凉 快进来坐吧 不知情的西柔似乎也被他这一举动瞬间慌了神 哎呀 去就去不要着急嘛 内心却是有些哭笑不得 早知道他一人便能让弟严哥心生欢喜 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养着骆子莹内的草包 待到他们都进去之后 弟严哥朝着门口天真又邪魅的一笑 那样子恨不得让萧绝猝死原地 不再理会他的表情 痛得一声便关上了大门 西柔此次来的目的就是假接看望之明来索取丹药 眼看攻略的出气顺利 便柔声柔气地说道 不知方才严师弟所说的感激 包含了几分真心呢 弟严哥想都没想 直接拍着自己的胸口保证全心全意 可在西柔眼里却是不以为然 之前他也攻略过宗门的其他弟子 都说过会给他带好东西 只是最后他们有了好东西根本就不会给他 果然天下男人都一个样 老的是 小的也是 不过他哪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世人多言男子最是薄情寡义 如若是师弟不能证明给他看的话 那如何能让他安心呢 弟严哥闻言一时犯了难 不过根据前世他爸总结的经验来看 当一个女人开始反复强调感情的时候 那他一定是想要礼物 当即他灵机一动便转头去找所谓的礼物 师姐我懂了 你等着哈 然后在自己的小金库里开始不停地翻着 此时西柔也露出了一副即将得逞的表情 可下一秒只见弟严哥竟然拿出了一件 缝缝又补补的粉红肚豆 师姐请看 这是我精心研制的 具有巨龙稳固轻薄 以及透气等多种功效的少女胸衣 绝对的灵感乌鸦 贴身月薪 至于他为何会拿出这样的宝物 因为在他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发现了 这里的女孩子穿的礼衣 一点固形的效果都没有 就只有一层布 那穿着肯定不能舒服 那么他要是送给师姐如此贴身珍贵的东西 那他应该会很开心吧 本来是自己留着穿的 但是一不小心做的 那就送给他略表心意吧 尽管西游此时下巴度快惊掉了 蒂严哥却依然感觉甚好 还在不亦乐乎的一顿介绍 可惜一秒只听他的一声巨响 直接迎来了他的一个大鼻斗 然后在蒂严哥猛逼的眼神中 气愤的转身离开了 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臭流氓 蒂严哥见状连忙追到门口喊道 师姐你相信我 这个真的很好穿啊 然而这一幕也刚好落在了萧绝的眼中 此时四目对望 画面竟然诡异的安静 可他突然感觉自己有点像变态是怎么回事 一代妖帝男女不济 从小便表现得放荡不羁 蒂严哥拿出珍藏的肚兜本想送给师姐 可否却是一个大鼻斗 刚要上前追赶却碰到了门口的萧绝 此时四目对望无声声有声 光目外众人看着这一幕恨得咬牙切齿 原以为妖帝只好男色 竟不曾想是男女通吃的货色 还随身保管女儿家的贴身衣物 简直是罔顾人伦 无耻下流 神座上的蒂严哥缓缓睁开眸子 乖徒儿 你是在为为师没有送你赐等一物而吃醋吗 想当初你可是哭着求着想要做为师双修 如今提起裤子就不认人了 众人闻言忍不住一阵唏嘘 纷纷看向一脸愤怒的莫长流 你们看我做什么 妖帝的话岂能当真 蒂严哥则是嘴角微挺 言语中充满了挑衅 真真假假 为师都没有生气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莫长流气得浑身颤抖 就连龙颜彻都看不下去 何必与那妖帝争口舌之快 清白与否自有天道境审判 莫长流愤愤的转身冷哼 似乎是吃定了他一样 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 蒂严哥与萧绝冷眼对视了片刻 看什么看 你想穿吗 萧绝自始至终未发抑郁 随后便逃离式地转身离开了 礼物没送出去的蒂严哥 躺在床上暗自打 这么好的改良技术 竟然无人欣赏 也许这就是艺术家的孤独吧 次日清晨天微微亮 西柔就满脸笑意地端着一碗粥 来到蒂严哥的住处 被叫醒的蒂严哥一脸没睡醒的样子 而西柔表现得好像永远都是那么的温柔体贴 对不起啊颜师弟 昨晚是我不明事理 没有理解师弟的一片良苦用心 而蒂严哥则是不以为然 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是刚熬好的皮蛋瘦弱粥 师弟快趁热长床吧 而事实上是昨晚西柔回去之后 原成真人得知所发生的事情 前一又如何 明月一早务必去道歉 若是不能哄他开心 你也别回来了 西柔轻轻地拿起一旁的肚兜 眼中竟是温柔之色 这个衣物师弟可还愿意送往 碧严哥文言顿时眼前一亮 师姐当真喜欢 而西柔则是非常娇羞地点了点头 那简直不要太好了 师姐拿回去之后记得穿上 等我从逆境回来再告诉我穿得如何 到时候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也好改进 西柔此时笑得简直比哭都难看 师弟的一番良苦用心 我自会牢记于心 可心里恨不得将他踩在脚底下狠狠地蹂躏 送也就罢了 还让他穿 穿了还得告诉他 等他能侥幸从秘境回来 非得将他碎尸万段不可 简直就是臭流氓 等弟言哥一晚周吃干抹镜之后 他才微微站起身 时间不早了 师弟准备早些启程吧 弟言哥看着他离开的背影一阵欢喜 如果这个品能做好的话 那得解放多少女性啊 想想都觉得功德无量 消停了两年的弟言哥终于又踏上了做死的征程 诉说秘境之内九死一生 但他却非常高兴 他无时无刻都在准备着回家 而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元臣真人身为两人的师傅 自然成了带队的最佳人选 毕竟是几个宗门的大型副本活动 总要有一个代偿的 而元臣真人也非常乐意 他已经打算这一路上 要想尽办法撸地言哥的羊毛了 按理说是要遇见飞行的 可元臣真人偏偏安排了一个破满车 说是两个徒弟的修为尚浅 以他一人之力遇见无法承载两人 随后掏出了一大堆 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灵芝 眼中竟是毫不掩饰的贪婪之色 徒儿 为师知道你喜欢炼丹 这些灵芝都是给你的 行路期间 徒儿可自行炼制丹药打发时间 想要什么药材 为师都能去帮你找外 不日便能抵达秘境 对于这种不加掩饰的贪婪的眼神 帝言哥自然知道他心里打了什么主意 不过对于这种白送上门的灵芝 自然是来者不惧 为了能让帝言哥安心的恋人 袁臣真人则是亲自驾着马车 一路朝着秘境而去 帝言哥为了不让火球将马车给烧了 还特意在火球外面又加了一层冰层 萧觉看着他一脸疑惑之色 因为他听说帝言哥去秘境 完全是为了他的弟弟 面对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帝言哥的手突然抖了一下 你是从哪听来的 他这是和骆子莹有个毛关系 他纯粹是为了能赶紧回家 萧觉始终想不明白 骆子莹又不是他的亲弟弟 可他为什么要对他这般的好 难道就因为他的父母曾经帮助过他 很显然帝言哥并不想搭理他 面对他的爱答不理 萧觉依然不依不饶 你快回答我的问题 关你屁事 我和你又不熟 帝言哥无情地拒绝了同萧觉废话 如果这次在逆境里不幸活了下来 以后他和萧觉可是死对头 要是同他太过友好 那以后这日子还怎么过 对于他的这种态度 萧觉气到余色 但还是不停地追问 以为他做了这么多 可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做值得吗 帝言哥被他问得有些不耐烦 再次给了他一个白眼 你很在意吗 萧觉文言显得有些心虚 说不在意是假的 可嘴上却是不承认 既然不在意那就闭嘴 没看见我在炼丹吗 不然他怕又掌握不住 把马车给炸了 萧觉这才乖乖地闭上了嘴 他现在甚至很羡慕骆子营 同样是被灭门 同样是费灵根 可骆子营什么都不用做 便能被重心捧略 吃得住的穿的全部都是最好的 帝言哥为了他禁剑种以命相夥 去服输葛苦修为他炼制丹药 就连进入秘境也是为了他 而他却什么都没有 甚至夜深人静的时候 连一个能吐露心事的人都没有 帝言哥 你究竟为什么会对他那么好 而帝言哥的心思完全都在准备后世上 他现在能在现代用的术法 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只不过悬疑先宗的传承倒是个麻烦事 在进秘境之前 他一定要将这传承送出去 如果实在找不到人 那就只能在死之前把传承给他了 这货好歹也是男主 怎么这也能发扬光大吧 此时萧绝也刚好抬起头 正好对上帝言哥那充满深意的眼神 男孩马上就要死了 可他却是异常的兴奋 他握心肠胆两年等的就是去死的这一天 再去秘境的路上 未来的魔帝竟然暗暗吃一个小男孩的醋 可帝言哥却完全不想搭理他 他为了能回家已经安排好了所有的后世 唯独悬疑先宗的传承还没有送出去 如果到时候实在找不到人 就只能在死之前便宜这个小子了 而恰巧此时萧绝正好对上他那充满深意的眼神 光幕外的骆子银看到这一幕都快气炸了 这该死的萧绝看什么的 哥哥也是你能看的吗 简直就是茶里茶气的 而且他说的那个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值得吗 哥哥为了他肯定是值得的 不过转瞬他又哀叹地看着光幕内的帝言哥 哥哥你别去秘境 不要再为了我一身犯行了好不好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你都是为了我呀 而骆子银的话再次成功地让众人破绘 这家伙的话怎么听着有种在炫耀的感觉 然而在对比帝言哥对他们做的事 突然他们这首又有些发痒 神作上的帝言哥实在是看不下去吧 骆子银你给本尊闭嘴吧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作多情 本地做事从来都是为了自己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曾经好好的一个冷美人 现在这都啥子表情 骆子银温润的眸子看向帝言哥 脸上带着些许激动的红韵 哥哥竟然主动跟我说话了 哥哥你终于愿意原谅我了吗 不管你变成了什么样 你都是我的哥哥 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就算你被天打为批 死无葬身之地 永世不得超生 哪怕是神魂俱灭 我也会一直陪着你 帝言哥闻言被气得脸都清了 这压得会不会说话 混蛋 这一来二去骆子银的内心又受到了创伤 看来哥哥还是不肯原谅他 其他众人看着这一幕内心才舒坦了一些 这样才对吗 经过七七五十六天的快马奔驰 三人也终于到达了秘境 此时入口处早已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修者 也有不免认识原成真人的过来打招呼 萧爵在一旁小心地提醒着帝言哥 等会进了密境 你记得跟紧我 据说里面非常的危险 帝言哥瞄了一眼满脸慎重的萧爵 这小子突然变得如此震惊 还挺不习惯的 不过他依然不忘挑衅 等会进了密境 应该是你跟紧我才对 二是帝 萧爵差点又被气得 但还是好心提醒道 这密境内险象还生 一个不慎变载也就出不来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不正是帝言哥想要的吗 他巴布的所有人都别进去 就让他一个人和密境 一起同归于境吧 延下九月 所有人都被困在了 极寒的冰天雪地内 这没有出口 人人皆面露恐惧之色 唯独他却在抱着美女 呼呼睡大觉 历经了九九八十二天 帝言哥和萧爵终于抵达了密境 闭着眼帘的是春暖花开的绝美景色 帝言哥边走边不忘记挑衅男主 你记得跟紧我 大师兄会尽量保护好你的 可花音刚落 天空竟然飘起了龙毛大雪 刚才还春意盎然的世界 瞬间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冰雪之地 此之外 没有其他颜色 伴随着刺骨的阵阵寒风 帝言哥忍不住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一般来说 像他这样的住击颠风镜的修折 早已寒暑不清 可他现在竟然被冻到瑟瑟发抖 而且好像还不能用修为 那如果再往里面走 岂不是能直接被冻死 此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小悸动 这意味着他应该能回家了 师弟 你先待在这里不要动 大哥先去里面探探路 可肖爵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没有任何回应 不过这样也好 省得他在旁边阻碍他回家的道路 与此同时另一边 刚刚还走在一起的肖爵 忽然发现帝言哥不见了踪影 于是惊光失措地四处寻找 用尽所有的力气面喊着 言哥 你在哪里 看得出来其实肖爵是很在乎帝言哥的 可尽管他怎么喊叫 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言哥 你最好给我活着 而帝言哥此时走在雪地上 狐狐身窝 他就是想困死为死 可在走了一天一夜之后 帝言哥竟然满头大汗 不但没有一点内的迹象 反而越走越精神 浑身也越来越冷豁 于是他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他不走了 直接往雪地上一趟 如果能行得通 那就在睡着之前把船程埋在雪地里 以后就送给有缘人吧 帝言哥突然发现自己有些机制 所有人都在满世界的找出路时 他正躺在雪地上呼呼大睡 七七五十六分钟之后 随着时间的流逝 帝言哥也迷离呼呼地正在进入状态 可是在这时突然一个虚影出现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女子 长得五官秀丽标准的美人脸 可脸色却是异常的苍白 下一秒扑斥一下 直接倒在了帝言哥的身上 娇小的身躯哪能承受这样的重量 瞬间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 不过想想还是算球 就算被压死其实也挺好的 就这样两人一上一下都没了动静 安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延下九月 所有人都被困在了极寒的冰天雪地内 这没有出口 人人皆面露恐惧之色 唯独他却在抱着美女呼呼睡大觉 光复外骆子莹感受着刺骨的冰冷 早已惊动地瑟瑟发抖 同时气愤地咬牙切齿 无耻之徒 竟然占哥哥的便宜 听到此话莫长流不乐意了 帝言哥才是那个占便宜的禽兽 明明醒着 却不推开那女孩 他就是想占便宜 骆子莹此时这小暴脾气也上来了 你放平 哥哥才不会占那个女人的便宜 他只是冷得动不了而已 两人谁也不服谁 煞时间开始了口水大战 神座上的帝言哥再次被他们吵得头疼 这些个家伙真是烦死了 天后再也忍不住一指轻轻点在光幕上 两人顿时感觉嘴巴有点疼 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趴在帝言哥身上的女子才悠悠醒来 可在看清眼前的人脸时 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声 你这个畜生竟然对我做出这样的事 同时抬手一巴掌朝着帝言哥脸上飞去 帝言哥见状当即一把抓住他的手 他对这种自我感觉良好 动不动就将责任推给别人的人 一向没啥好感 大姐 我还是个孩子 要论畜生那也是你吧 是你突然扑到我身上 而且还中得要命 女子闻言当即气得欺笑声烟 想他不管是在凡俗还是宗门 都是被追捧得高高在上 显然是没遇到过像帝言哥这样的人 大姐 你要不要考虑起开一下 我身板很弱的 女子脸上泛起了一阵红韵 虽然说男女有别 可她身上暖洋洋的像个火炉 在这冰天雪地里无异于救命良方 还是先活命要紧 想到只有猛然贴在了帝言哥的身上 臭小子 我这是在帮你取暖 省得你冻死在这里 虽然帝言哥百般不情愿 可女人却犹如抱着宝贝一样 就是不撒手 还时不时地在她脸上蹭那么两下 帝言哥此时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 她只想问候她祖宗十九代 强势地打尖世界 为了生存人人都在不断地修炼提升实力 可她却偏偏反其道而行 想尽办法各种作死 因为只有这样 她才能回家 一望无际极寒的冰天雪地内 女人死死地贴在帝言哥的身上 她身上暖洋洋地像个火炉一样 一时间竟有些让她不舍地离开 帝言哥此时心态都要帮我 安安静静地做个词怎么就这么难 而女人从小就是被呵护长大 哪里经历过这些 她生怕自己年纪轻轻地就死在这里 于是又忍不住一阵哭闹 无奈之下帝言哥只能带着个脱油瓶一路前行 只是越走风雪越大 冰冷的风如同刀子一般刮的脸生疼 片刻之后女人气喘呼呼地停了下来 她已经实在是走不动了 呼喊着要帝言哥背着她 帝言哥顿时被她整得有点猛逼 先不说他们认不认识 关键她还是个小孩啊 可女子一直可怜兮兮地不停哭闹 像急了一个黏人的小妖精 帝言哥一时被她攻略得有点心软了 好像她也完全拒绝不了一个会撒娇的漂亮小姐姐 最后还是本着一颗 救美女一命 胜造十几浮屠的赤子之心答应你 但前面的危险没人能预料 她要是死了 还擦汗一般在她脸上不停地霍霍 骆子盈看着光幕上小小的帝言哥背着娇笑的少女 心态都炸了 这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敢占哥哥的便宜 不过很快人群中便有人认出了那个紫衣少女 紫妖女名叫紫月 乃魔尊麾下四魔将中的姊妹魔将 骆子盈闻言才猛然想起来 然后气愤的一拳砸在光幕上 好像就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 之前她不止一次在神界见到那一抹紫色 和帝言哥勾肩搭配 谢谢思语 没想到他们俩在这么早之前就已经勾搭什么 骆子盈委屈巴巴地看向神座上的帝言哥 哥哥 你同那个姊妹到底什么关系 可帝言哥却不想跟她废话 本地都要死了 那些事还重要吗 而她的话却犹如一把尖刀 狠地刺到了骆子盈的心上 让她感到疼痛无比 是啊 她就要死了 那些事是或不是 还有什么关系 她突然失魂落魄地靠着光幕坐在那里 脸上仿佛没有了一点血色 另一边的帝言哥越走越激动 而紫月则是被风吹的眼都睁不开 突然一个冰刺直接划过帝言哥的脸庞 留下一个血淋淋的伤口 而紫月也顺势被掀翻了出去 伴随着一声惊叫直接摔在地上没了动静 帝言哥只得缓缓将她扶起 此时她的脸色苍白如雪 身体极其微弱 不过好在还有一口气 帝言哥望着前面一望无际的冰雪之地 顿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这要是再往前走 小美女铁定要狗带 可是要是不走 她就不能狗带 早知道这样的情况 她就不该有怜悯之心了 正左右纠结的时候 帝言哥忽然眼前一亮 只见不远处有一个巨星河谋 晶莹剔透散发着光芒 一看就不是凡物 而且在这暴风雪中 竟也没有一丝损坏 于是她将紫月往河棒里一扔 拖着河棒继续往前走 至于紫月能不能活下去 就只能靠她自己了 反正将她扔在这 她也活不成 帝言哥一步一个脚印 越往前暴风雪也就越大 时不时的还会出现一些 类似法宝的发光物体 不过都被帝言哥一一踢开 这一看就是好东西 绝对不能要 可她越是不要 这玩意儿就越是接二连三的出现 卧槽 怎么这么多宝贝 烦死了 于是她左揣一脚 越踢一脚 统统不能要 天堂有路她不走 地狱无门偏要行 在世人眼里可遇不可求的宝贝 可她却完全视为愤怒 揣一脚 越踢一脚 统统不能要 就这样她拖着河棒缓慢而坚定的前行 也不知道过了到底有多久 周围的一切骤然尽数消失 身上的伤也都痊愈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气势宏大的建筑物 远远望去 像是一座古老的宫殿 周围隐隐散发着威严的气息 突然一声撕心接底的喊叫声传入耳中 此人正是消觉 可她却似乎是陷入了某种幻境中 脸上的神情巨是疯狂与痛 而她的旁边则是密密麻麻的修整 只不过是全部都三三两两地躺在地上 此时所有人中完好无损站着的 也只有帝颜哥一人 同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主在如此险境中 不被利益所诱惑 也未曾抛弃队友 已经通过了考验 而她也是第一个通过考验的孩子 可以选一样东西离开 随后一排散发着气彩光芒的东西 出现在了帝颜哥面前 可这些一看就是好东西 她是绝对不可能要的 紧接着声音再次响起 或者可选择继续前行 只是前方九死无生 一旦踏入 便再也没法回头 帝颜哥闻言满脸激动之色 这不正合她一谋 救她了 在那苍老的声音中得知 摆在她面前的 已经是这秘境中最好的东西 没必要再去送死 可帝颜哥怎么能错过 这么好的机会 她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去死吗 随着她肯定的回答之后 眼前那些让人眼红的东西 也随之消失了 片刻后倒在地上的人 陆陆续续地醒来 只是大部分的人 却也在醒不来了 两个少年刚恢复神志 就看到倒在帝颜哥旁边的 紫月师妹 不由地生起一阵怒 原来是你掳走了师妹 帝颜哥闻言瞬间一脸猛逼 两人说着便要开始动手 狂妄小儿 趁人之危 无耻至己 胆敢欺辱我林萧宗的人 看我不杀了你 帝颜哥见状 眼神瞬间变得阴冷无比 抬起手就要反击 她是一心求死 可这种窝囊的死法 绝对不行 为做之事 何来认负 可就在出手的一瞬 一道青色的身影 骤然挡在了她的面前 想杀她 先过了我这关 这不是萧绝又能是谁 这家伙是脑子进水了 还是吃错药了 竟然出手帮她 同时萧绝扭头看向帝颜哥 似乎为她还活着而感到惊讶 此时帝颜哥又被气到 她俩还真没有这么友好 然后准备劝她少管闲事 下一秒萧绝一剑滑破长空 顺着面前的两人红扫而去 卧槽 神经病啊 她被恶人侮辱谩骂 还看不惯把她出头打架 可她不但不敢急 还骂她是神经病 身为作死小能手 怎能放过每一个机会 这家伙完全打乱了她的机会 而骑士男孩他俩真没那么友好 帝颜哥索性就在一旁观战 双方已经能动用修为 一个助击巅峰对战 两个助击后期 按理说应该是萧绝胜出 但架不住林萧综才大气粗 什么单要法器层出不穷 而萧绝只有一把不太听话的剑 所以一时间场面打得惊心动物 而原本源源躲在一边的众鸣 突然一阵惊呼 纷纷冲向骤然出现的一堆灵质 而这些灵质 无论是哪一株 要是放在外面 都是被人抢破头的好东西 原成真人梦寐以求的 正是这种灵质 但这关帝颜哥屁事 放在之前这些材料 可能对他炼丹有用 但现在他就要回家了 自然不敢一点兴趣 此时几人越打越激烈 不得不说这萧绝真不愧是男子 这件耍得还真是nice 简直比武侠骗好看多了 而萧绝此时急得眼都红了 该死的 你还愣在那里做什么 还不快去采灵质 可帝颜哥却站在那里无动于衷 一副吊了锒铛的模样 言语间近视调侃 你很想要啊 萧绝闻言气得渗疼 那不废话吗 帝颜哥看着他忍不住一阵调戏 叫声大师兄 大师兄就帮你去采 萧绝斜眼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现在有些后悔帮他出头了 他就应该被打死 怎么办 灵质好像不多了呢 萧绝是越听越起 越打越急 一个翻江倒海击退了两人的招式 转身就想跑路去采灵质 可他们却像狗皮膏药一样不依不饶 一个剑骨又冲向他发动攻势 萧绝只能再次和他们激战 可眼看灵质被众人抢得越来越少 他只能怒气冲天的吼道 大师兄 请你赶紧去采灵质 帝颜哥文言 这才不紧不慢地抛了个魅影 好的呢 师兄这就为你去采 随后掏出了一个自制的空间带 只见他身上一飞 瞬间散发出一阵波动 所有还没来得及采的灵质 纷纷纷朝着他飞了过来 只是眨眼间的工作 便全部被他收到了空间带领 而众人见状纷纷涌向他这个罪魁祸首 臭小子 不想死的话就赶紧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师父亲自去剑心宗好了 道士定会面与剑心宗满门 将你全家千刀万果 而事实上确实如此 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剑心宗身为三流宗门中垫底的存在 自然是他们说了算 至于帝颜哥他们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帝颜哥醋眉不悦地看着这些叽叽喳喳的菜 人多了不起啊 吓唬你爹呢 随后才手掌一翻 瞬间浮现出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火球 众人见状纷纷一阵嘲笑 因为任谁都知道这是最低级的练乞气气反术 臭小子 爷爷就站在这里 你倒是快点出手吧 就这么一个破火球 小爷要是动一下 就算我输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 只见火球转瞬间变大了几圈 而且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停地变大 众人猛然一个机灵 因为他们在这毫不起眼的火球中 竟然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此时帝颜哥犹如火神降临 周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笑啊 怎么不笑了 男孩召唤出一个火球 却引来众人的疯狂嘲笑 因为任谁都知道这是最低级的练乞气气反术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 只见火球转瞬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停地变大 众人见状猛然一个机灵 他们竟然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此时帝颜哥犹如火神降临 周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笑啊 怎么不笑啊 众人不由的双腿都在打战 这玩意儿还是火球吗 这也太大太谢门了吧 有人吆喝着要一起上解决他 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上前送死 还有甚至出言威胁 小子 我是桃花宗的人 你要是敢对我动手 你就死定了 而也就是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帝颜哥 因为他最讨厌被人威胁 随机手掌一挥 巨大的火球朝着众人席卷回去 一声炸裂开 而且范围还在不停地扩大 随后帝颜哥扛起还在昏迷的紫月 朝着萧绝大喊一声 趁几人打斗之际 直接把紫月丢了过去 来不及停留 帝颜哥一把抓过萧绝的事 在萧绝一脸猛逼中 拉着他朝前面急速狂奔 眨眼间的攻速火球 便炸裂整个山顶 同时两人齐齐跳下山岩 帝颜哥难得的一脸严肃 抓紧我 萧绝闻言内心暗暗窃喜 两人急速朝着悬崖跌落 面对未知的威胁 帝颜哥现在一心护着萧绝 在空中一个翻身 直接一把将他抱住 不想死的话就不要乱动 片刻后随着砰的一声巨鲜 两人音声跌落到谷底 峭壁上隐约浮现出 入者死三个大字 谷底又变回了之前 阴冷刺骨的天气 帝颜哥凝重地探着 被摔得连连咳嗽的萧绝 师弟 前途危机重重 不论发生任何事 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不可轻易为他人设计 更不要再为了我而去设计 萧绝看着他黑水晶般的毛子 还有一脸认真的表情 让他内心不由的一阵狂跳 他难道是在关心他 一直以来 萧绝最为羡慕的便是 帝颜哥对骆子银那份 毫无保留的兄弟情 难道他也已经将他当成兄弟吗 想到这小脸变得微红 带着些许期盼开口问他 你 你什么意思 帝颜哥则是画风极转 又变回一副完事故宫的模样 没什么意思 要是你死了 我就少了一个对手 这人生岂不是要少很多乐趣 同时伸出手想扶萧绝起来 可萧绝闻言顿时又被气得 一把将他甩开 就算你死了 我也不会死 听到这话帝颜哥就放心了 记住你说的话 萧绝又被勾起了一丝气盘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意思 少废话 刚才的破草你还要不要 萧绝这才不去纠结那个问题 他当然是要 那些灵之万分稀有 更是对修为大有必义 帝颜哥则是毫不犹豫地扔到他手中 连同袋子也送他 用完你就扔掉吧 反正我也不需要啊 萧绝正正地望着空间带 这破玩意不会是你做的 简直丑死了 可话虽如此 他还是迅速地收入了怀中 其实他还是有些佩服帝颜哥的 至少以他现在的修为 还做不出空间带 等他以后做得更好 就将这破烂给扔了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空间带 将会陪伴他接下来的无数岁月 他是未来横扫三界的妖地 他是自带光环的未来魔君 两人双双跌入悬崖 他为了保护萧绝 更是将他拥入怀中 这也让一向孤傲的男主内心 升起了一丝暖意 帝颜哥更是把空间带送给你 而就是这个破破烂烂的空间带 连他自己都想不到 将会陪伴他接下来的无数岁月 这一幕也引来了 光幕外吃瓜群众的笔 果然是一对魔头 这么早就开始互惠互立了 他们两人一定有着 不清不楚的关系 要不然妖帝为何不值 戒灭了魔头 反而仅仅只是将他镇压 这其中肯定有大阴谋 我也觉得不正常 他们之间八成有奸情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齐刷刷地 看向那位开口的仙子 此时他显然有些心虚 你们看我做什么 我看到过魔尊 他身上有一个破破烂烂 修不过无数次的空间带 就是长这样子的 话音一落 众人都猛圈了 这信息量属实太大 周遭的空气 也突然变得阴冷无敌 原本还死气沉沉的 骆子盈立马跳了起 你们都胡说八道什么 哥哥才不会喜欢那个魔头 他最喜欢的人应该是我 同时瞄了眼神坐上的地言哥 可对方依然闲散的闭着眼 似乎对任何事都不在意 他顿时又黯然地坐了回去 说起来这是地言哥和肖爵 第二次一起下副门 片刻后两人来到一处宫殿内 只是周边处处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突然两人脚步微顿 一群高大威猛的狼子牙咧嘴地 将他们团团围团 夹杂着阵阵嘶吼声 等会我用火球吸引他们的注意 你先跑 不过这仅仅是一群 助击中期的冷冽双狼 萧绝还没放在眼里 虽然这话有点装逼 但确实是对他们来说 没什么危险性 地言哥索性站在一旁观战 这些妖兽实力太弱 他争取蹲个打的 好一步到位 只见萧绝脚尖轻轻一点 周身的气场猛然炸裂开来 瞬间朝着狼群冲了上去 一指挥出 树头狼应声倒地 接着他一脚踢出 又有几头狼骤然间血肉横飞 砰的一声巨响 拳头砸在最后一头狼身上 只是短短的功夫 群狼已经全部倒在了血阔中 俨然没有了气息 地言哥则是在一旁观察他的实力 这家伙还不错 也就比他差了一点点 然后随手拿出一瓶丹药 这个给你补补 萧绝满脸疑惑之死 因为他听说他把所有的丹药 都留给了落子 这应该是最后一瓶了吧 我不要 地言哥终于死到临头了 煞内间血肉横飞 从而解决完双狼之后 地言哥也摸清了这家伙的实力 随后扔给他一瓶丹药 萧绝面露一惑之色 你把这个给我 那你自己用什么 毕竟萧绝可是听说了 他把所有的丹药都给了落子银那小子 地言哥依旧一副掉锒铛的模样 二世帝倒是关心得起 只是我自己练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会没有 倒是二世帝你如此的交入 要是没了这些丹药 以后的路可怎么办 听到这话萧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最终还是把丹药给收下 不过他也没有什么吃 只是放到了怀中以备不识之虚 不得不说地言哥的激将法屡是不熟 就这样两人踏着沉稳的步伐继续深入 直到前 一阵惊天嘶吼声 地言哥面露凝重之刺 但是这嘶吼带来的威压 就让他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只是眨眼睛的 从群节目无妖兽 便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硕大的体型 面露争鸣之刺 周身散发着幽名寒光 仿佛是来自地狱的恶魔 惊丹后期是混混 下一秒地言哥忍不住满心激动 好家伙 这机会迁在南方 然后毫不犹豫地再一次挡在了肖绝的面前 等会儿我引走这些妖兽 先走 肖绝闻言诧异地看向他的神情 似乎是在判断他话中的真伪 只见他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顿时让他心头一震 埋藏在心底久违的兄弟情 让他瞬间升起一股暖意 他怎么能临阵逃脱 他要和兄弟并肩作战 眼看妖兽越来越逼近 巨大的威压仿佛 每踏出一步周遭的空气都会凝结 地言哥见状直接开始捕刀 你这么弱鸡 在这里只会拖累我 肖绝顿时又被气到 刚升起的一丝好感瞬间消失 咬牙切齿地想问候他祖宗十九代 不过临走时还不忘提醒让他自己小心点 同时地言哥迫不及待地一掌挥出 弱大的火球骤然朝着是魂虎席卷而去 不出意料地这也成功激怒了妖兽 伴随着震天的嘶吼声扑向地言哥 地言哥迈着方筷的步伐就是一个猫 他毫不吝啬地挥霍着灵力 以至于速度非常的快 而这些是魂虎一直紧紧地跟随其后 七七五十六分钟之后 终于他的灵力耗尽了 扭头看了眼神后气势逼人的妖兽 内心的激动止不住地狂跳 他甚至想到了等回家之后 要利用学到的东西 开公司发家致富 当个女爸子 自此走上人生巅峰 众人的众人也看得有些激动 可唯独骆子营垂头丧气 地言哥这是灵力耗尽了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就他这助击水准 为了勾引魔头 还想引戏五只金丹妖兽 这下要翻车了吧 而且所有的灵丹都给了魔头 这下他死定 能看到地言哥吃扁他们内心非常的舒坦 然后一行人又死死地盯着光幕看戏 地言哥甚至主动伸出手让妖兽去撕咬 可这个动作在外人看来却是害怕导致 然而并没有意外发生 只见妖兽饿狠狠的一口咬向他的手臂 试一下直接把地言哥的胳膊给扯下来吃了 顿时间血肉红飞 而这也让妖兽更加的疯狂 反观地言哥仍然躺在地下无动于中 一刻中妖兽纷纷地扑了过 大口大口地啃食着他的血液 地言哥缓缓地闭上了眼 似乎是一种久违的紧 计划终于成功了 男孩被妖兽追到了绝路 浑身的灵力也已全部耗紧 只顷刻间就被撕咬的血肉红飞 而他能做得只有缓缓地闭上眼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可他并没有半分害怕与痛苦 而是逐渐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似乎带着一种久违的解脱 因为他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光幕外的众人见到这一幕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他眼睁睁地看着妖兽啃食自己 正常人谁不崩溃 可他脸上竟是释然的笑容 这完全和他们想的不一样 知道他的那人是他们的腰底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救苦救难的圣人 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地言哥就被撕咬的尸肉红飞 下半身俨然已被啃食殆尽 直到妖兽打算一口咬向他的头 突然一道金光夹杂着巨大的威严倾盆而下 本来还血肉模糊的地言哥瞬间被治愈 下半身也跟着复原了 周边的妖兽停止了撕咬的动作 只是围着他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地言哥猛逼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怎么回事 此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仿佛血裹着漫天风华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 灵秀的美眸再加上脱俗的气质 只是让人看一眼便难以忘记 你是怎么识破我的幻境的 然而地言哥并没有理会他 他喵的 这竟然是幻境 难怪刚才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可眼前的女子显然已经没有了内心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 你难道不想知道你的小情人现在怎么样了 而地言哥在经过不断地确认自己四肢健全之后 顿时怒视着眼前的女子 我不知道什么狗屁幻境 更没有什么狗屁小情人 他好不容易筹谋了两年的做死计划 只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可却被这样泡汤了 这让他如何不愤怒 女子闻眼满脸英质地挑起他的下巴 你同他真的很像 这么会装无辜 也喜欢这样舍己救人 难怪他会如此喜欢你 地言哥反手拍掉了他的手 他感觉眼前这个女人有神经病 而且他完全听不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可女子却是不屑地一阵冷笑 还装傻 你以为你不承认就可以保他平安吗 随后只见他手掌一挥 两人身前顿时浮现出一面水晶 而肖觉竟然出现在了他刚刚被咬死的地方 正在和妖兽做拼死地 浑身都是血淋淋的伤口 地言哥见状忍不住对他同情一秒 这家伙怎么这么蠢 不过这应该也是幻境吧 就和他刚才一样 可事实上是 除非自身拥有坚韧的意志 才能识破这一切 不然于他来说 这一切就都是真的 而想要让他活下去 很简单 只要你永远留在这里 地言哥此时有些纠结 那留下来会死吗 女人闻眼美艳的脸上带着疯狂 当然会死 跨落地言哥立马来了精神 竟然还有这等好事 真是天无绝他之路 随后毫不犹豫的沉生说道 我答应你 地言哥精心筹谋的做死梦 最终流产 原来他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幻觉 原本血肉模糊的身体 也变得完好如初 这不由得让他一阵恼羞成怒 可当听到女人的话 时又瞬间来了精神 原来只要留在这里就会死 这么好的机会 他岂能放过 当即便毫不犹豫地决定留下来 而女人见状眼中 尽是掩饰不住的疯狂 他是天道尽的守护者金宇 他以为他这样做 完全是为了救肖爵 竟然答应得这么痛快 你还说你跟他没关系 地言哥则是无辜地眨个眨眼 他还是个孩子 而且能跟他有什么关系 可金宇却不想听他废话 既然这是你的选择 那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说罢手掌轻轻一挥 水晶上面出现轻微的波动 下一刻那面水晶中 竟然出现了地言哥的身影 正在做困兽之斗的肖爵 看到地言哥之后 满脸的担忧之色 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而他则是眼神冰冷无神 顿时手中升起一股灵力 脸上浮现出阴冷诡异的笑容 下一秒直接一掌 披在肖爵的胸口处 狂暴的灵力顿时周身四起 而他没有一丝的防备 随后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此时肖爵充满了痛苦与难以置信 肖爵 你明明就是个废物 凭什么同我有一样的修为 而你这样的废物 就应该去死 然后又用力扼住他的喉咙 只有你们所有人都死光了 这秘境里的宝物 才能属于我一人 肖爵仍然不敢置信地看着地言哥 眼中竟是夹杂着委屈和恨意 没想到他好不容易才想相信一个人 最后却被他给骗了 可地言哥的力道越来越紧 脸上的凶狠之色不言而喻 就你也配被我骗 肖爵缓缓地抓向地上的剑 随后毫不犹豫地一剑刺出 瞬间就洞穿了他的身体 红石鲜血四剑 肖爵内心崩溃万分 那一掌灵力带来的痛苦 远远不如心头的伤痛 金语剑状忍不住一阵狂笑 仿佛是想极力证明什么一样 看见了吗 这就是人性 你愿意为他生死 可他终究只是相信眼前看到的 可这不是废话吗 谁不相信眼前看到的 毕竟眼见为实 金语文言微微一正 他都那样误会了他 而且还毫不犹豫地取了他的性命 他竟然没有一点怪他的意思 而事实上确实如此 地言哥甚至有些巴布的这样才好 金语剑状顿时变得幽冷阴暗 显然是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忠义 你果然很像那个贱人 只不过他的蠢是装的 而你却是真的 地言哥听着他比比咧咧了半天 完全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说大姐 差不多行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杀我 在杀之前能不能让我见见肖绝 毕竟他的传承还没有送出去呢 可金语就是偏偏不让他们相见 同时手掌一挥 肖绝便消失在了秘境之中 从此他与你再无情分 而他将背负着被心爱之人背叛的恨意 孤独地活在这个世上 而拥有赤子之心的地言哥 将会代替他承受千万年的寒冰之苦 每天承受三个时辰的千刀万剐 三个时辰的万剑穿心 永无尽头 他被困在极寒的幽冥之地 每天都要遭受千刀万剐 万剑穿心 可他不但感觉不到丝毫痛苦 而露出了疯癫的笑容 在某个角落的秘境中 这个看似二十岁的女人 已经不吃不喝千万年了 此时他突然变得疯狂大笑 因为他终于可以脱困了 而拥有赤子之心的地言哥 将会代替他承受千万年的寒冰之苦 永无尽头 那个人以为天底下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可上天垂帘 还真的让他遇上了 而他也终于能离开这里了 光幕外围观的众人当场炸锅 标的他以前拥有赤子之心 这怎么可能 拥有那样心性的人 怎么可能堕落成现在这样 据说拥有赤子之心的人 生性纯良 见不得别人吃苦 拥有就天下众生的纯善美德 众人一时间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要么这一切就都是假的 要么他一定是在这逆境中受不了苦头 最后变了 如果不是这个女人 妖帝可能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吧 而此时的地言哥已经完全猛圈了 这年头的人怎么说话都不讲信用 而且这什么狗屁赤子之心 他根本就没有 他不过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 我说真的大姐 你还是打死我吧 可女人只是轻烈的一笑 好不容易找到个代替他的人 想死门都没有 地言哥还想再跟他理论 而他已经迫不及待的一溜烟就消失了 尽管地言哥大声喊叫 可换来的却是一道光束从天而降 瞬间笼罩全身 随后光束在慢慢地收缩变小 四周寂静地可怕 下一秒随着发拉拉的声音轻盘而下 无数条冰链散发着极音之气向着地言哥起来 骤然间双手被捆绑 双脚也被缠绕 而这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地言哥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时间 整个人就这样被困住 与此同时刮起一阵寒风 他的发丝随风舞动 原本精致地远溜添了几层柔弱的美感 地言哥想要挣脱 殊不知锁住他的事 极英万年寒冰 想要脱困根本不可能 正在他疑惑期间 只见兵链骤然间收起 原本还能活动的身体瞬间动弹不得 周遭的温度也降到了极点 同时空中竟出现了一堆密密麻麻的冰针 只是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 围观众人也被这架史惊得没有在吱声 虽然他们很想看地言哥吃苦头 但当这一幕出现在眼前时 又忍不住同情他一瞬 而人群中的有个一直用仇恨的目光 看着地言哥的人 也是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幕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当年明明就是地言哥背叛了他 他才会修为被罪 最后被天罡宗给带走受尽了耻辱 要不是因为雪儿 他哪有机会站在这里 可当年的真相就在他的面前 地言哥自始至终没有背叛他 甚至为了他 还在这里受尽了折磨 萧绝的眼中闪过一丝洞容 但很快便恢处如初 虽然在这一世上是他亏欠于他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 没有一样是值得他原谅的 骆子营又一次捂着心口 跪坐在了地上 哥哥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为了让我修行 你也不会遭受这般痛苦 画面的地理麻麻的 冰针骤然倾含而下 下一刻奇奇地刺向地言哥的身躯 在他目瞪狗呆的眼神中 瞬间鲜血四溅 可他却没有表现出半分痛苦之色 甚至脸上露出了癫狂的微笑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死法倒也行 就这样整整持续了三天之后 地言哥终于再也忍受不了了 并不是因为痛痛 而是他的身体伤了好了 好了伤 几天过去了 他还是这么地活蹦乱跳 再这样下去 只会陷入无限的循环中 动也动不了 死也死不掉 于是他决定奋起反抗 他要修炼突破 他要利用雷杰 将这里的一切都劈成渣渣 而他修炼的第一步 便是缓缓地闭上眼 调整到舒服的姿势 然后慢慢地进入湿海 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这一晃便是五年过去了 他缓缓地动了动毛子 紧接着猛然睁开双眼 此时他的丹田处 感觉仗得像炸了一样 想死却怎么也死不了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他在承受了无数次的千刀万剐 自剑穿心之后 终于再也忍受不了了 并不是因为疼痛 而是他的身体伤了好 好了伤 反复循环之后 他依旧这么地活蹦乱跳 也就是在这一刻 地闫哥决定奋起反抗 他要修炼突破 势必要利用雷杰 将这里的一切都劈成渣渣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地闫哥缓缓睁开眸子 看向四周显然有些茫然之色 而光幕外围观的众人 也忍不住对地闫哥同情了一秒 之前他们的青阳大帝 只是承受了三天的痛苦 就已经跪坐在地上痛不欲生 而那也仅仅是一半的痛苦 他们的妖帝却在那里 承受了整整五年的痛苦 这是何等恐怖的毅力 这样的人又何仇成不了大事 一时间他们又有些佩服他们的妖帝 只是他们始终想不明白 他连这样的痛苦都能承受 到底他们的妖帝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才会成为现在心狠手辣的他 而此时地闫哥前方传来一阵灵力波动 那许久未见的女子竟又出现了 他带着惊异与愤怒 五年了 他竟然还活着 而且身体完好无损一点都没有变 地闫哥文言顿时张开了樱桃小嘴 他早就听说修炼无岁月 可他就是感觉睡了一觉就过去了五年 想想都可怕了 要是下次再修炼 醒来会不会直接变成一具骷髅 一想到就这么在这浪费了五年的时间 他顿时气到爆炸 女人还想说点什么 却被地闫哥一顿对 他竟然还有脸出现在他面前 五年 你赶紧走 我现在一刻都不想见到你 面对他的态度 金玉虽然也很生气 但还是表示可以让他离开 不过前提是要答应他一个要求 虽然有地闫哥带他受苦 他确实可以离开这里 但他依旧不能离开这里太远 而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 只能放手一搏 女子本以为地闫哥在这里吃了五年的苦 听到要放他离开 定会感激涕铃 甚至跪下来求他 可换来的却是地闫哥的一脸不屑 你想抓就抓 想放就放 小爷会自己想办法离开 不需要你这个老东西多管闲事 白白耽误了他五年的时间 还说话不算话 打破他回家的梦 他不将这里给诈品 怎么对得起这些年兽的委屈 而女人显然没料到地闫哥竟然如此硬气 不过这时候脾气倒是和他有些相想 你到底想怎么样 而地闫哥只是淡淡地回了一个字 关你屁事 女人见状一挥手 瞬间浮现出数件宝物 各个光芒四射一看就是好东西 他想要给地闫哥一些补偿 而这些都是上等的法器 可让他挑两件 他相信只要是修行之人 定会迫不及待的收入囊中 然而他再一次失算了 地闫哥只是微微瞥了一眼 我不要 眼看他竟然由言不敬 女人恨不得当场把他打死 而地闫哥的原则是能动手 就尽量绍避避 要杀就赶紧的 女人此时内心都要崩溃了 可为了自己的计划 也不得不洋装淡定 随后霹里啪啦一股脑 拿出了他所有的宝物 如同小山一般散发着七彩光芒 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你总行了吗 可地闫哥依旧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 今日不是被他打死 就是他将这里给诈品 只能二选一 这下女人被气得彻底没脾气了 他缓缓吐出一口二氧化碳 自顾自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他本是天道尽的守护者金语 他的师兄则是金雀大帝 他和师兄自小青梅竹马 如果没有意外 他们走到一起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可惜天随人愿 年少无知的他被一男子所蛊惑 而他希望地闫哥离开这里之后 帮他找到师兄 并将这里的事情告诉他 那么师兄定会救他于水火 金雀大帝 地闫哥文言终于睁开了眸子 面色古怪地看向金女 他每天想尽办法各种作死 哪里危险就往哪里跑 可就是这种不要命的行为 却让他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被困在秘境中 整整折磨了五年不死之后 女人决定把他放出去 并不是因为同情他 而是他已经被镇压在这里千万年之久了 他想利用地闫哥 找到他的师兄金雀大帝 然后救他于水火 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 可当地闫哥听到金雀大帝之时 面色古怪地看向金宇 此时金宇激动的满脸都是红韵之色 他觉得以他师兄的声望为名 这世人哪有不认识他的 这小子肯定会感激涕零 巴布的现在就同意他的条件 可事实上金雀大帝早就已经死了 你既是他的师妹 你不会是没认出来 之前的消觉 也就是被你扔出秘境的那小子 手上拿着的正是金雀剑马 金宇文言犹如晴天霹零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无力 不可能 他的师兄绝世无双 怎么可能会死 随后他像是失去了所有的理智 愤怒的一把扣住地闫哥的脖狗 你告诉我 师兄一定还活着 地闫哥见他似乎很重视精确大帝 当即便又找到了做死的契机 这么好的机会他岂能错过 随即一口老谈吐到他的脸上 他就是死了 正是小爷我杀了他 你有本事现在就杀了我为他报仇 被他这么一说 金宇瞬间被激怒到了顶点 周身的灵力狂暴四起 抬手就要杀了地闫哥 这一刻地闫哥再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来临 可等了半天并没有等到想要的结果 只见金宇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好像似有感悟地挥处了一丝理智 不可能 一个小小的柱基静怎么可能杀得了他的师兄 于是他话长为止 掩在了地闫哥的额前 他要对他使用射魂术进行搜魂 只是一瞬间 地闫哥感觉自己的魂都快飘出来了 那种感觉让自己浑身惊悚发麻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神识中的精确大地的传承 煞内间护住了他的神魂 随后只见他一掌挥出 直接击退了正在搜魂的金宇 此刻金宇美艳的脸上变得死气沉沉 是师兄的气息 他竟然是师兄的传承者 直到这一刻他才认清现实 他的师兄真的不在人世了 此时他的内心接近崩溃 是他害了自己的师兄 当年要不是他爱上不该爱的人 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离止 那些欲外妖魔也不会破开封印来到这世界 可就在刚才还差点害了他的传承者 他感觉自己真是罪该万死 片刻之后 当金宇再次看向帝颜哥的时候 脸上竟是柔和之色 而此时秘境上方突然传来惊天雷声 空中形成巨大的漩涡散发出阵阵威压 金宇不可思议地抬头看向虚空 这是雷杰 可按理说这里面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动静 他在这里千万年 从来不曾听到外面的声音 然后再看到帝颜哥周身金光大盛 浑身的气势正在节节攀升 他竟然能在这里修炼 而且还要在这里妒解 他对弟弟疼爱有加 把所有最好的都会给他 为了他屡次九死一生 可在许多年以后 弟弟却对他恨之辱 不惜消耗八成修为 也要开启天道镜对他审判 而讽刺的是 他用来对付帝颜哥的天道镜镜 也是他送给他的 画面中居然在今天震雷声 空中形成巨大的漩涡散发出阵阵威压 金宇不可思议地抬头看向虚空 这是雷杰 然后再看到帝颜哥周身金光大盛 浑身的气势正在节节攀升 他竟然能在这里修炼 而且还要在这里妒解 要知道帝颜哥已经被他给困住 他连修围都不能动 短短五年的时间 还是在他的眼皮底下 到底是如何修炼的 除非他是金氏之才 另辟蹊径 找到了其他的修炼方法 不过金宇也为他师兄 能有他这样的传承者而感到高兴 金宇释然地微微一笑 你一定是想用金丹劫雷毁了这里吧 只是即便是飞声劫雷 也不可能毁了这里 帝颜哥小脸一横 表示无可置服 但他依旧不会屈服 大不了这次不行 再来一次 总有一次能将这里给扎平 他这小脾气一上来 这是铁了心和这里扛上了 轻轻的金雷声已近在指使 金宇抬起头若有所思 脸上竟是慎重之色 随后诧异地看向帝颜哥 你竟然不是人 帝颜哥瞬间无语 这是他第二次听到这话 只是这话怎么听都不像是什么好话 此时金鱼取下头上的碧玉发簪 又撸下中指上的一枚碧玉戒 这簪子便是天道镜 那个乾坤戒里是他所有的东西 希望你不要嫌弃 随着他手掌一挥 地颜哥身上的冰链也金属消散 谢谢你 如今他终于知道了师兄的下落 以前都是自己任性 现在他也明白了内心真正的选择 似乎是感到对地颜哥这五年的亏欠 如有来世 我定会偿还对你犯下的错 说罢便毫不犹豫地消失在地颜哥面前 围观众人看着这一幕大惊失色 他是金雀大帝的师妹 还是天道镜的守护者 那他给地颜哥的那个碧玉簪子 不会就是天道镜吧 原本金雀大帝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念想 如今得知他的死讯 又无人能够解救于他 坦然赴死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了 骆子盈眼神痴痴地忘得天道镜内的地颜哥 原来这天道镜是哥哥送给他的 可他却用哥哥送的东西来惩罚他 此时他脸上竟是嘲弄之色 骆子盈 你还真是这天下最大的傻子 地颜哥闲来无事 将那发赞随意地往头发上一炸 而那个乾坤借贷在终止上打小镇后 不过当他用神石扫了一眼戒指后 便当场愣住了 因为他发现了好东西 逆天改命术 不仅能为人改命续命 还能改资质 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大大的批准 行逆天之术者 必遭天前 慎重 看到这地颜哥心中又燃起了作死的希望 好东西 此时光幕外的骆子盈 却是心头紧张地跳起来 他似乎是明白了自己 为何会从一个废材 成为一个有通天资质的大帝 这不由得让他体内疼得气血翻腰 一声巨响从天而降 整个秘境陡然之间晃动了起来 同时伴随着轻微的咔嚓声 上方的寒冰在不断地碎裂掉落 来了 一个是天生主角光环 一个是开挂风批女主 他们本是宗门引以为傲的天才 可就在五年前 两人踏入秘境之后双双失踪 不出意外的世人皆以为他们已经死了 剑心中依旧还是那个小门牌 在以武为尊的大陆苟延残喘 而帝颜哥在遭受了五年的寒冰之苦之后 今日终于破镜而出 伴随着风鸿鸿一声巨响 下一刻水桶粗的紫围从天而降 刹那间整个秘境陡然之间晃动了起来 上方的寒冰在不断地碎裂掉落 帝颜哥没有急着出去 而是麻溜地拿出乾坤的 将那些扑龙蒙掉得满地的千年寒冰都收了进去 这东西能用来炼药和断气 既然暂时死不了了 那可不能浪费了 光雾外的骆子营倒是急得大喊大叫 哥哥快走 宫殿要塌了 不过哥哥捡那些冰茶子干什么玩意儿 然后不解地看向神座上的帝颜哥 见哥哥懒得搭理他 下一刻瞬间瞄懂 哥哥这么做 肯定有哥哥的道理 此时帝颜哥周身灵力四射 一股强大的气势从他身上蔓延开来 而帝颜哥则是连跳几个小丛子 直接迈过金丹前妻 瞬间成了金丹巅峰的修者 而这也是这些年积累的结果 下一刻整个秘境轰然炸裂 一时间地动山摇 帝颜哥脚掌轻点 直接腾空而起飞了出来 他痴痴地望着变成一片废墟的秘境 金玉不但帮他扛下了围解 更是毁了这秘境让他出来 只是感受着自己变得越发强的 帝颜哥欲哭无泪 这么搞下去 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不过既然如此还是先回宗门吧 以后只能寄希望于大反派 骆子营和男主萧绝身上了 五年过去 见心中的弟子没有一个能成气候的 众长老的资质也没有任何变化 尤其是元臣 自帝颜哥死后 他哪里还愿意摆养骆子营 只是宗主人后 帝颜哥都死了 他自然不会让他的弟弟孤苦无一地去留了 直到元臣得知帝颜哥回来的消息 整个人都傻了 不过转瞬间又变成了哈巴狗 好托儿 你终于回来了 为时以为你不幸遇难可是伤心了好久 如今再见到你 心情甚是激动啊 帝颜哥现在一心想先研究研究那个逆天改命术 让人不要打扰他 元臣真人恨不得将骆子营给供起来 房间让西游师姐帮你打扫干净 再给你准备好最爱吃的烧鸡 帝颜哥脚步微顿 一语不发地冷眼注视着他 感觉到气氛不对 元臣真人这才连忙表示明白 随后一路屁颠地跟着他到了住处门口 还想再说点什么 却只听喷的一声 帝颜哥直接关上了门 元臣真人脸色微变 这也更让元臣真人心生垂涎 而他回来的第一件事 便是将自己关在了房间内 然后便迫不及待地打他的那半 逆天改命术 翻台第一页 依旧是那几个极其危险的警示说明 他小心翼翼地从头到尾看了个遍 只是眉头却越皱越紧 这书是好书 可问题是要求太多了 换个资质要讲究什么天时地利人和 还要搭配逆天的灵物 每一样都千难万难 就比如这个混沌神体 则但得先找到混沌之力最纯净之地 还需要星辰星 神之谷 轮回法则以及三千大道 最后再经历七七五十六年的红莲夜火加深 而且更过分的是 施咒者会被红莲夜火反噬 经历千万年的夜火焚烧 最后才会生死到消 千万年之久啊 他又没有啥大病 就算能凑齐也不敢 原本他还以为只要将自己身上的 零根血脉扣给落子已 也就差不多了 显然这是没这么简单 如果真能这么轻松 那些资质逆天的弟子 估计根本就活不长久 帝颜哥打开乾坤界 又在里面翻筒了好一回 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个能用的 吉阳之体 所需的材料 黄旋草 今日宝夜 天阳连以及幻疾沙 而这些东西 他寄的乾坤界里面都有 最关键的是在反噬上面标注着 会生中不明诅咒 很可能当场生死到消 此时帝颜哥眉眼一弯 这不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吗 然后他迫不及待地 在乾坤界里一顿翻着 不一会需要的材料 便全部凑齐了 此时帝颜哥感觉有人过来了 他当即把东西收了起来 起身去开门 五年未见 西游依旧显得灵动又可爱 严师弟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帝颜哥微微一笑 便开口询问洛子盈 西游文言有些支支吾吾 子盈他现在很好 还是住在爹的院子里 由他亲自照料 帝颜哥现在要迫不及待地 给洛子盈实验九阳之体 可却反手被西游拉住 怎么了师姐 只见他拿出一袋灵职 我知道师弟以前最喜欢灵职 这些都是这几年给你存的 对于白送上门的哪有不收之力 结果灵职便要去找洛子盈 然而却又被西游给叫住 子盈现在正在午休 要不你晚点再去看他吧 帝颜哥虽然疑惑 但也没有多想 只能答应了下来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西游面上闪过一丝阴霾 好险 时隔五年 男主萧绝在回见星宗 只是他眼中斜裹着无尽的怨恨 恨帝颜哥为了那些宝物 竟然亲手诛杀于他 他将他当成了最好的兄弟 可竟然背叛于他 后来又被人抓走 受了无数非人的折磨 最后靠着为家族复仇 还有对帝颜哥的恨 才苦苦支撑到现在 而现在他终于回来了 帝颜哥在乾坤界中 找到一本九阳之体 不仅能给洛子盈一天改命 关键是实施者会受到反噬 很可能当场生死到消 于是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去找洛子盈 可却被西游以各种借口搪塞 帝颜哥虽然疑惑 但也没有多想 那时的他根本就没想过 洛子盈会被虐待 于是他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九阳之体所需要的材料 还需要炼制一番 需要弄成合适的成算 才能进入下一步 而光幕外的洛子盈 早已经泪流满面 哥哥 对不起 而这句话他都已经说忙了 直到这一刻他才意识到 他身上这极阳之体的由来 原来他所有的一切 都是帝颜哥给他的 可笑的是 他竟以为自己是天纵之财 还用他给他的东西来对付他 一旁的龙颜彻有些吃味 洛子盈 你少自作多情了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而洛子盈早已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里 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 只是此时的他也还不知道 这逆天改资质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此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骚动 你们说谁来了 那个废物不是已经死了吗 听动静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 什么人物这么神秘 这也成功引起了帝颜哥的好奇心 下一刻只见他单手结印 神是离体而出 他要去看看究竟怎么的事 转眼间来到宗门入口处 帝颜哥扫了一眼 后面露惊讶之色 此人金丹初七 身着黑色冬帽 迈着沉稳的步伐缓步前行 只是身上满是力气 眼中更是犯着掩饰不住的仇恨 这一看就是来搞事的 似乎感觉到有人的窥视 身上森然的冷意乍卸而出 夹杂着狂暴的灵力 袭向帝颜哥的神识 而这也让帝颜哥看清了他的脸 是萧绝 怎么会是他 而且还穿着天罡中的宗服 此时帝颜哥显得有些猛逼 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五年前 萧绝被金与扔出了秘境 更是一身修为被斐 在路边昏迷了三天三夜 才悠然醒来 他内心充满了伤心与绝望 他那样毫无保留的信任帝颜哥 可他却一心只想杀他 这一刻 他内心燃起了滔天仇恨 后来又遇到了 在秘境中得罪过的人 众人看到他此时狼狈的模样 当然不会放过他 更是嘲笑他是个小哭包 可萧绝天生硬骨 疏人不疏阵 不出意外的这也成功激怒了对方 面具着众人的围攻 萧绝是图反抗 可他修为禁费 怎么会是他们的对手 只是一个照面便被踹出数米远 下一秒口中的鲜血狂喷而出 那一刻 他心如死灰